少年一日连破树镜同代天骄无可匹敌 拥有九阳血脉的他十四岁便也突破真气景 但却在之后三年修为不曾有半丝进展 这一切都是为了眼前的这个女 女子身怀三阴绝脉每日都要遭受寒毒之苦 唯有少年的九阳血脉所名成的本命精血方可解读 所以每日楚剑秋都会凝炼精血为柳家掌上明珠刘天瑶解读 而今天解读过后 柳天瑶的三阴绝脉便可彻底觉醒 此刻楚剑秋还想着等将柳天瑶的寒毒解除后 他便立刻去柳家提亲娶她 然后两人在一起参加玄剑宗的招生大礼 到时候即可一起进入玄剑宗成为一对神仙眷侣 为了这一天 楚剑秋白白遭受旁人冷眼三年 可殊不知他这是三年深情无人知 一招舔狗天下文 只见他盘膝而坐调用周身灵力 随着修为一点一点消失 最终一滴鲜血缓缓从手中凝炼出来 楚剑秋抬手一挥将精血滴入柳天瑶的眉心 楚剑秋浑身无力地趴在地上 与此同时柳天瑶的眼神也变了 只见他将精血吸收完后周身灵力瞬间暴涨 楚剑秋见状立刻兴奋地说道 终于成功了 你的寒毒彻底解除了 然而就在这时 柳天瑶却突然起身死死地盯着他 是的我终于成功了 不过你也可以死 楚剑秋文言本能地以为对方在和自己开玩笑 可柳天瑶一脸嫌弃地再次说道 若不是为了治病我又怎会屈尊接近于你 这三年以来你不知冒犯了我多少次 纵使将你千刀万剐 以拦截我的心头之恨 柳天瑶的这一席话 气得楚剑秋当即吐出一口鲜血 原来自己这些年毫无间断为你付出精血 在你心中却一文不值 这时柳天瑶索性也不装 不错这一切都是我的一场阴谋罢 得知真相的楚剑秋不由绝地可笑 就算你完全掌握了三音绝脉又能如何 我乃真气静地修为 又且是你这个炼体五从的无者可 楚剑秋话音刚落 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那加上我呢 来人正是太水俊首二世子欧阳渊 见到此人的那一刻 柳天瑶立刻心花怒放地朝其奔却 此刻楚剑秋也明白了过来 原来是柳天瑶抱上这样的一只大头 所以才敢如此算计于我 如今他元气大伤定然不是对手 所以楚剑秋当即就想要逃走 可还不等他踏出一步 对方顺势一拳轰在他的胸上 而欧阳渊如今也是真气静六重的高水 仅是一掌揪的楚剑秋经脉寸断鲜血固执 没等他反应过来 欧阳渊再次伸手朝楚剑秋袭去 原来他是想要夺取楚剑秋九阳血脉 只见欧阳渊掌心落到楚剑秋的胸膛之上 一血魔攻开 此刻楚剑秋才明白过来 堂堂世子静敢修行如此邪术 可现在一切都晚了 因为楚剑秋九阳血脉已经被夺走 融合了楚剑秋的九阳血脉后 欧阳渊身负雷霆养天长孝 九阳血脉终于是我 去参加一个月后的玄剑宗招生大的 见这对狗男女在自己面前暧昧不如 楚剑秋发誓一定要守任他们 所以他指着柳天遥吼了 我要是死了 楚家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大长老一定会给我报仇的 然而此话一出顿时引起柳天遥跑出大笑 你以为是谁告诉我你的体质能治好我的力 你外出如此多久却无意安慰跟随 楚大长老可比我更想你死 毕竟只有你死了楚家少主的位置就是他儿子的 此刻楚剑秋才恍然大悟 原来我自觉醒九阳血脉开始就一直处在一场骗局中 不等楚剑秋反应过来 柳天遥抬手又是一掌轰在他的丹田之上 紧接着又凑到他的耳边 就这样杀了你太便宜了 我要让你感受一下从天上跌到地上是一种什么滋味 话罢便直接废掉楚剑秋一身修为 如今他丹田破碎经脉进回 九阳血脉也被别人夺走了 一想到自己今后只能做一个废人他就生不如死 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腹部传来一阵剧痛 楚剑秋即便修为被废轮为废人 但他依旧不愿放弃 因为他想要复仇 与此同时 一道声音从他脑海中响起 不去意志方开神塔 或而后历练至尊血 天地神诀正道鸿芒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楚剑秋头痛欲裂 等他再次睁眼的那一刻 一座高耸入云的巨塔出现在他的面前 看到这座塔楚剑秋先是一愣 这是什么 随即两行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 混沌至尊塔 混沌天地诀 此刻他恍然大悟 当即盘息而做修炼法诀 随着对天地诀的不断领悟 一条巨龙开始不断地滋养他的身体 初步领悟天地诀后 楚剑秋修为飞速暴增至炼体三重 仅仅过去一个小时 楚剑秋就从修为被废到炼体三重 要知道普通人想要修炼到炼体三重 也得花费数十年 感觉到修为开始恢复楚剑秋 当即就想要去找那对狗男女报仇 可才刚踏出去几步 就因为身体虚弱直接摔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他也想明白 现在自己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 第二天早上 楚剑秋未死家族就在他门前准备花圈一把 等他醒来后却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里 与此同时门外不断传来一个女子的叫声 楚剑秋听此立刻起身冲出去 发现一名男子用膝盖将一名女子按在地上 嘴中还不断喃喃自语道 一个丫头挺有能耐 不仅私自将楚剑秋扛了回来 还敢偷偷给他上药 赶紧把药给老子交出来 不然老子今天就让你死在这里 看着自己的救命恩人被男人肆意揉弄 楚剑秋浑身不满杀意缓缓朝男人走 你给我注视 男人文言回头看了一眼楚剑秋 随即嘲讽说道 这丫头挺不懂事 竟敢把你吵醒吗 我再帮你好好教训一下呢 看着男人肆意践踏女子的人 这彻底激怒了楚剑秋 本少主的人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此话一出顿时引起周围人的一阵大笑 再过几天你可就不再是少主 紧接着男人掏出一份卷轴自信说道 看到了吗 这是楚家长老的召集令 大长老决定在十日后举行 族内大比重新定少主之位 楚剑秋如今彻底明白 大长老这么快就想要换掉我 看来柳天瑶对我做的事你们都知道 不过他区区一个旁之长老 也敢基于楚家家主之位 简直白日做梦 少年本是天水城四大世家的少主 仅靠自身血脉之力就碾压同代天骄无可匹敌 本料却被心爱之人设计陷害 导致经脉进碎修为全尸 没有修为且无法修炼的 他瞬间沦为了家族的废物 家族大长老也借机发难 大长老发布家族召集令 召回族内弟子决定在十日后 举行族内大比新定少主之位 楚剑秋刚恢复伤势回到族内 庞之长老之子楚河便带人来到了楚剑秋的院落 扬言十日后他将不再是楚家少主 所以楚河便肆无忌惮欺如楚剑秋身边的人 楚剑秋见状连忙上前将地上的丫鬟扶起来 在族内大比之前我依旧是楚家少主 我现在以少主的身份命令 你立刻跪下给我的丫鬟道歉 这时楚河身旁的下人出言讽刺道 这世上哪有主人给下人下跪的道理 楚河见一个修为全无的废物 也敢对自己耀武扬威 顿时怒意上头暴躁不已 随即抬手蓄力暴喝一声 如此羞辱于物 本少爷今天非要打的你跪下叫爷爷 对于楚河的攻势楚剑秋丝毫不拒 顺势抬手一拳与之对风 可拳风相对之时一股迅猛的钢气煞时 便将楚河震得连连后退抬 堪堪站稳身形的楚河 顿敢手臂一阵酥麻 足里不是扬言楚剑秋修为尽失了吗 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楚剑秋再次以少主身份命令楚河道 你是自己跪下 还是本少主打的你跪下为止 和楚河一同前来的几名侍卫 见楚剑秋一拳震退楚河心中一阵差异 难道少主他修为还在 早知道就不跟随楚河少爷了 楚河为了找回面子对着楚剑秋吼道 你现在顶多就是一个炼体三重的废物 若非我答应你早就已经死了 严霸调用周身灵气汇聚在拳头之上 再次朝楚剑秋冲去 四周狂暴的灵气让在场的人 更是明白了这是楚河的压香剂 或灵犬 面对炼体四重的楚河 楚剑秋紧套肉身一拳将其鼻血打出 随后抬腿一脚直接将他踢得暴射出去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楚河很不明白 明明对方只有炼体三重却让自己屡次受伤 与此同时楚剑秋迈步缓缓上前 还不快滚 楚河一边被人抬着走一边 还骂骂咧咧地警告楚剑秋 我会将此事禀告大长老 我看你又能嚣张到几时 身旁的丫鬟见自家少主 虽身负重伤却依旧碾压楚河 当即一脸花痴地看着他 两人这样一直在园中交谈甚欢 殊不知先前那一战 早已被暗中的一名少年看待严厉 一日清晨 楚剑秋服用50枚脆体丹后 修为一夜便突破之炼体四重 所以他毫不犹豫 将储物袋内的脆体丹全数到了处 以他目前的修为 顶多只能收拾楚河这种不入流的废物 如能按照如今的修炼速度下去 至多半年他便可以恢复之前的实力 于是楚剑秋一口气 吃完了自己身上的所有丹药 就在这时 丫鬟入化突然端着一碗药走了进来 少爷该吃药了 然而当看到楚剑秋 竟在如此短的时间 就又突破一重境界顿感惊讶 楚剑秋为了尽快提升境界 于是心想先去楚家丹阁领取一些丹药 与此同时楚剑秋打败楚河的消息也流传了处 首格长老听闻楚剑秋不费吹灰之力 就破了楚河的压香气破灵犬 看来这楚剑秋修为并未尽失 只是低落罢了 若真是修为被费我丹阁自当站在大长老这边 可若此此故意隐藏实力 那就说不准了 就在这时 楚剑秋带着入化进入丹阁 首格长老何在 少主到了还不出来迎接 首格长老闻言连忙上前行李道 不知少主今日来我丹阁有何贵干 话语间不忘仔细打量着这位昔日的天才 首格长老察觉楚剑秋的确只有炼体器的水平 心中也有答案 这和他从前相比简直天差地别 日后怕事也难成气候 在得知楚剑秋是来领丹药的 首格长老当即吩咐丹酮前去拿丹药 话语间还见即给丹酮投递过去一个眼神 见此小药童立刻就心领神会 片刻后一瓶花生力大的药瓶 递到楚剑秋的眼前 楚剑秋拿起丹药瓶一看 发现里面竟只有六粒脆体丹 有些惊讶 长老你这是什么意思 陆化剑自家少主受此侮辱 当即质问长老 少主之前用的是三粒剧气丹 两者见药效不止差了十倍 你到底适合居心 对此首格长老解释道 丹药分配是按照修为来定夺 如今少主修为只能得到这些 楚剑秋闻言又怎会不知这老头的心思 所以他没有与这老头纠缠 转身离开了丹药 扶阵乃是天舞大陆至高绝学 掌握一类扶转便可纵横整个天舞大陆 然而少年体内却整整一座扶阵传城 里面不仅有水火风神形四类攻击扶阵 甚至连极为稀有的丹扶阵都被放在了里面 少年本是天水城四大世家的少主 怎料却被贼人迫害 导致经脉禁毁修为全尸 在机缘巧合之下 整座塔高踪入云四周阴暗至极 从修为被费突破到链体三重 所以他这次前来决定进入混沌至尊塔内看看 说不一定里面还有莫大的机缘等着自己 刚打开第一层塔的大门就让楚剑丘眼前一亮 这竟是万道源流扶阵传承 光是法阵内的各种扶阵就让楚剑丘震惊不已 毕竟扶阵那可是天舞大陆至高绝学的存在 而万道源流扶阵便是集天下扶阵的总和 只见楚剑丘抬手一挥 从万道源流扶阵中取出一张扶纸 楚剑丘作为四大世家的少女 自然认得此扶阵 这竟是极为稀有的丹扶阵 炼丹士可是整个天舞大陆极为稀有的存在 于是楚剑丘便想要是自己能够参悟这个丹扶阵 那日后无论想要什么丹药都不用丑了 想到这些楚剑丘当即盘膝而做参悟丹扶阵 不知过了多久 楚剑丘总算是参悟了丹扶阵 不过这对他来说难度也是极大 若非是他掌握了混沌天地角 想要将丹扶阵参悟估计至少也得花上几十年 现在他只需要寻找一些炼丹的材料 就可以炼制脆体丹了 一日清晨 一位青年拿起一张扶仔细打 原来是楚剑丘在摆摊卖 他告诉眼前之人 说自己炼制的增力扶可以让使用者增加一倍的力量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从远处传来 增幅一倍力量骗谁 没想到堂堂楚家少主 昔日天水城第一的天台 如今却沦落到了科蒙管片的地步 来人楚剑丘自然认识 此人正是独副柳天瑶的弟弟柳高阳 与此同时 柳高阳身旁的两名随从纷纷嘲讽道 以这个废物如今连一个武者都不是 静大言不惭地说 自己绘制出了能增幅一倍力量的力 就是就是 我们少爷可是天水君的一品浮尸 你竟敢在他眼皮底下卖假服 简直自不量力 柳高阳听到此话顿时指着楚剑丘讽刺道 楚剑丘要是你缺钱的话 就过来给本少爷磕个头 或许本少爷会大发慈悲赏你几枚零食 楚剑丘文言只是淡淡说了一句 一群疯狂 识相的话就给我滚原点 也妨碍我做生意 楚剑丘的话直接让柳高阳破防了 当即打开折扇朝楚剑丘冲去 面对柳高阳的攻击 楚剑丘瞬间一个侧身躲开 顺势一拳朝柳高阳轰去 猎山拳 楚剑丘出拳速度很快 以至于让柳高阳完全反应不过来 只听到一声骨头碎裂的声音 他的手臂彻底废 柳高阳看着自己极度扭曲的手臂咬牙痛哼一声 随后倒在地上大叫起 见自家少爷被楚剑丘一拳打至重伤 他们一时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是说楚剑丘丹田破坠修为尽失了吗 楚剑丘并不想就此放过柳高阳 只见他弯下身子死死盯着他 你姐姐柳天摇欠我的账 我今日就先从你身上先淘点利息 就在楚剑丘即将动手时 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住手紧接着一道剑气滑破虚空直奔楚剑丘而来 来人正是陵福阁执法长老梁九山 柳高阳见到陵福阁长老当即破口喊道 梁长老救命了 楚剑丘疯了要杀我 执法长老闻眼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楚剑丘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楚剑丘看了看地上被剑气撕裂的地面 随即质问执法长老 梁长老你为何不分青红皂白对我出手 执法长老对此说是楚剑丘在万物商会的地界上动手打 所以他出手自是理所应当 于是楚剑丘对着一旁的青年询问道 敢问兄弟刚才是谁先动的手 白衣青年告诉执法长老率先动手的人乃是柳高阳 执法长老闻言面露凶狠地询问道 你说的可是真的 紧接着一同前来的弟子也解释道 我们方才在此地询问了在场的几名师弟 也都是同样的说辞 执法长老得知真相后脸色阴沉缓缓开口 柳高阳你身为万物商临福阁的弟子 执法犯法最佳意的 这是柳高阳才堪堪明白过的 原来楚剑丘方才是故意激怒 所以他立刻指着楚剑丘解释道 冤枉啊执法长老是楚剑丘先贩卖假服 弟子忍不住才出手的 执法长老听到此话 瞬间眼神一鸣死死盯着楚剑丘 贩卖假服那可是杀头的重罪 少年将一张画满纹路的符纸放进一口顶内 怎料下一秒竟引来了林福格格主现身当场 不仅许诺给楚剑丘无限的药材资源 甚至当即给他发放林福格一品服饰的徽章 条件就是希望楚剑丘能够加入林福格 就在刚刚 楚剑丘因为绘制出了能增服一倍力量的曾丽福 于是便想到集市上将这些服对换成零食 可这一幕被号称林福格第一天才的柳高阳看到 指责楚剑丘贩卖假服并对其出手 怎料却被楚剑丘一拳打至重伤 与此同时上户独自的林福格长老脚踏虚空而来 看到自己弟子被打得不成人样 所以他便想要介事为难楚剑丘 只见他不懈地看了楚剑丘一眼 放眼整个天舞大陆 一截曾丽福的效果至多不超过五成 你真以为用点小伎俩就可以瞒过林福格的长老吗 你连福阵之道都尚未学过 又怎敢妄言自己可以绘制一截曾丽福 楚剑丘文言淡淡一笑 既然如此 长老可敢与我赌上一把 柳高阳的师傅听到此话邪魅一笑 你想怎么 其实他也想看看楚剑丘能在他的手底下玩什么花招 紧接着楚剑丘缓缓说道 若我这曾丽福效果可以达到一倍 长长老便赔给我三百粒脆体丹如何 林福格长老自是不幸楚剑丘有此手段 所以当即说出只要他能做到 自己愿意出五百枚 毕竟在他眼里 楚剑丘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所以即便许诺再多也无所谓 随后一场长老与天水俊第一天台之间的较量由此开始 在长长老的代理下 楚剑丘跟随这一众人来到了林福格 只见长长老指着身前的一口大力说道 这便是林福格的侧服意 任何林福在他面前 效果和品贴都会一览无鱼 楚剑丘害怕这老杂毛使诈 于是询问他难道长长老就固定侧服意不会出错 此话一出顿时让长长老一阵怒气 你简直放肆 这可是林福格颜面又岂是你能质疑的 与此同时柳高阳也在一旁阴阳怪气的说道 我看你楚剑丘怕是怂了 不如现在乖乖给我认个错 心虚本公子还能给你留一个全尸 楚剑丘文言没有理会他 已直的走向侧服意 红兜内缓缓取出一张符纸 当楚剑丘的增力符放入侧服意后 煞石一道金光便从顶中冒出来 随后转化成几行文字 增力符 品接一接 等级上品 增幅效果力量增幅一倍 这时常长老眼球都快蹦出来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真的绘制出了能增幅一倍力量的领土 与此同时执法阁长老也是一脸震惊望着眼前的一切 真没想到我天水俊又出了一个服饰大财 可当柳高阳看到楚剑丘的符真的能增幅一倍力量时 嫉妒和憎恨使他面目全非 此刻他固步的手臂的疼痛一把推开身旁的侍卫 抛出匕首面部争鸣的朝楚剑丘冲去 我才是天水俊的第一天才 一再作弊 我要杀了你 正当柳高阳即将冲到楚剑丘的身前时 他的师父长长老一个闪身来到楚剑丘的身前 还手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 柳高阳就这样被自己师父一巴掌拍飞了出去 以这个宠物 竟给我丢人献影 来人 还不快把你们的废物师兄抬下去 这老头看似很凶悍的给了柳高阳一巴掌 实际则是为了给自己的宝贝弟子留一条后路 毕竟当众质疑侧服依那可是在打林福阁的脸 这时执法长老脸色也变了 楚小友你好 楚剑丘文言当即询问道 梁长老莫不是还有事 原来是这老头想要楚剑丘加入他们林福阁 对此楚剑丘反问道 要我加入林福阁凭梁长老你一个人怕是做不了主 可就在这时 文外突然冒出一道深意 只见那人着急的大喊道 他做不了主本作可以 见到此人所有林福阁的弟子纷纷鞠躬行礼 拜见阁主 与此同时楚剑丘也认出了此人 这正是林福阁阁主杨振海 据说杨振主一向是神龙剑手不剑王 没想到此事竟会惊动了他 杨振海仔细打量一番楚剑丘后缓缓说道 自从你踏入我林福阁的那一刻我就注意到你 只见他目不转睛的看着那个测试结果 增幅力量一倍 就算是本作亲自来 怕是也制不出如此奇效的林福 林福师乃是天武大陆极为稀有的存在 而能绘制出极品林福的少之又少 就连林福阁阁主呕心沥血两年半 也只能绘制出效果增幅八成的林福 而眼前的少年只是随手一化 竟直接制作了一张效果增幅一倍的林福 这顿时让先前看不起他的执法长老 降低姿态邀请他加入林福阁 甚至连林福阁的阁主都亲自前来邀请他加入林福阁 不仅许诺给楚建秋无限的修炼资源 而且还当即给他颁发一品服饰的徽章 要知道服饰的身份就算是放眼 整个天武大陆都是极其尊贵的存在 看到楚建秋如此轻易就得到了一品服饰的徽章 一旁的长长老不由暗叹他 我那徒儿偶心力血耗尽柳家半数家财 才为自己拨来那一品服饰的称谓 不曾想这小子竟如此轻易就得到 就在这时楚建秋突然回头一脸笑意地看着他 长长老不知我那五百枚脆体单何事给我 听到此话的林福阁阁主当即质问长长老 你堂堂一位二品服饰 不会还去赖一个年轻后辈的账 长长老没诚想楚建秋竟在阁主面前说出此事 于是只能一脸笑意地表示这就让人将丹药送来 可被地理却暗自咒骂道 好你个楚建秋伤我徒儿不说 还让老子丢脸丢到这个地理 这笔账老夫今日记下 与此同时柳家家主柳树西得知此事修奋不已 看到自己耗尽半壁家财才培养的儿子 竟被一个废物一拳打成重伤 如今一点出息都没有抱着自己姐姐大叫 他是羞愧难道 姚儿你不说楚家那小子已经被你废了 难道是你出手还有披露 这时柳天瑶解释道 此事绝无可能 他的丹田已经完全破碎 而且一身修为都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怎么可能还有修为 柳家主闻言长叹一口气的 这小子没死已是事实 如今来看他怕是彻底与我柳家决裂 一旁的柳天瑶对此不以为人 就算没死又能如何 区区炼体四重我还不放在眼里 随即又将跪在地上的柳高阳扶了起来 玄剑宗招生大笔在即 我现在必须集中精力冲击真气劲 不过你可以放心 等我成为玄剑宗的弟子后 一定替你把楚剑丘那个楼椅踏离 另一边回到家的楚剑丘当即盘膝而坐开始修炼 只见四周的灵气不断地汇入他的体内 煞食一股 不得气息猛然爆发 进阶炼体六主 原来是楚剑丘得到厂长老的那五百枚脆体丹以后 回到自己房间一口气 就将所有的脆体丹全吃了 有混沌天地绝的帮助 仅仅过去不到一天 这些丹药就被楚剑丘完全吸收了 这让楚剑丘意识到要想快速提升修为 他必须在赚钱的道路上一走到飞 就在这时窗外的一栋引起了楚剑丘的解决 谁在那里 不等楚剑丘再次开口 一张飞鸣地冲破窗户直奔楚剑丘而来 随后抬手就是一掌潮气风雪 见此一幕楚剑丘立即起身调用丢身灵力 只几为抬手一指便破了黑衣男的权力一击 男人为此震惊不已 这怎么可能 我可是炼体八重 怎么会被一个区区炼体六重的家伙压制 正当男人还处在震惊中时 楚剑丘已经一个闪身来到了他的跟前 抬手一掌猛地轰在男人肩上 自知不敌的男人当即化作一道黑影离开 等楚剑丘追出去的时候 黑衣男子早已消失不见了 这时丫鬟入话连忙询问楚剑丘是否需要派人去追 对此楚剑丘反而露出一脸笑容 不用 他是我故意放走 五日以后楚家演武场举行 狐内大女心定少主之位 在所有人都来气候楚剑丘才缓缓走出来 这让一些楚家弟子不由的暗自骂了 家族大比镜都敢识了 他真以为自己还是曾经天水郡的第一天台吗 这个废物估计是被吓坏了 既如此还不如早点交出少主之位 此刻比舞台上空坐着三名老者 只见一名少年缓步来到三名老者身前 楚涵拜见三位长老 众弟子看到这一幕纷纷称赞道 不愧是大长老交出来的人 礼貌谦和 这才是大家风范 与此同时大长老给楚涵投递过去一个眼神 楚剑丘的实力探查清楚了吗 楚涵对此解释道 大长老放心 那丝是有一些越级挑战的实力 但终究不过是练体境 此战必输无疑 大长老闻言悬着的心也落了下 随即起身大喊道 我宣布足内大比现在开始 请楚涵登台 男人为了在家族大比时 获胜赢得少主之位 不惜在比赛中服用丹药强行提升境界 本就高出楚剑丘四个小境界的楚涵 在服用丹药后一举突破到了真气景 就在刚刚 家族大长老宣布比赛开始后 楚涵便一步跃上比舞台 楚剑丘能做你的对手 真是让我受宠落惊啊 毕竟前不久我还远远比不上你 楚剑丘文言不屑地说道 你废话是不是太多了 既然想争夺少主之位 听到此话楚涵顿时一阵无语 可紧接着调动周身灵气朝楚剑丘冲去 面对楚涵全力的一击 楚剑丘丝毫不惧将灵气汇聚在拳头之上 两人第一次拳风相对之时 顿时两股狂暴的灵气充斥着整个阎舞草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我没有看错吧 一次交锋就打成了平手 不是说楚剑丘只有练体境的修为吗 怎么会和具有伪真气境的楚涵少爷打成平手 这时楚涵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怎么会这样 若是楚剑丘和我同一个水平的话 那我岂不是要挨上他的一拳 想到这里楚涵气血猛然攀升 绝对不能再让这个妖孽活下去 随即抬腿下批直奔楚剑丘的面门劈去 亲军腿 楚涵的这招极为强悍 下批之后瞬间就震得阎舞台四分五裂 一招不成楚涵当即发动第二招 碎杯手 一时间两人在阎舞台上打 不抬胶 而一旁的大长老健壮也是捏了一把冷汗 楚剑丘的实力哪里是什么练体 再这样下去楚涵必输无疑 于是他悄悄给楚涵递去信号 看到大长老的提示楚涵立刻明白 随即便从腰间取出一枚丹药 这一幕顿时被大长老身旁的另一名长老察觉到了 那竟是强行提升境界的丹药 于是他立刻起身大喊 快阻止他 那可是能提升境界的丹药 然而大长老文言却不以为然 上了擂台那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事 老三你难道是想要破坏规矩不成 三长老对此解释的 那种丹药服用后破坏力极强 而且对武者本身也有极大的疑惯 为了一把椅子强行毁掉两个后备值得吗 可大长老早已下定决心 告诉三长老要是楚剑秋害怕了可以认输 毕竟为了家主之位他也谋划了多年 只要能弄死楚剑秋 牺牲一个楚涵又有何妨 只见楚涵取出丹药放入嘴内 顿时一股恐怖的真气凤 楚涵的情愿意出来 没错 楚涵突破到了真气境 楚剑秋见楚涵凌厉暴增 先前对方是为真气境自己上个队 如今踏入真气境就不是那么好队 与此同时楚涵进一个闪身来到楚剑秋身后 挥起剑直奔楚剑秋的药塔 面对相差一个大境界的楚涵 楚剑秋被压制的连连后 家族弟子见状被惊掉了下 堪堪站稳身形的楚剑秋死盯着身前的楚涵 好险差点就阴沟里翻场 占据上风的楚涵冷笑一声 楚剑秋 你现在要是跪地求饶 我或许还能饶你一命 就在这时楚剑秋不屑一笑 随即抬手在胸前一掏 取出一张扶纸捏在手里 对于楚剑秋的行为楚涵不以为然 海启剑继续朝楚剑秋冲去 就在楚涵即将来到自己跟田时 扶纸被激活后 顿时一股恐怖的能量掏钱轰去 下一秒楚涵就被这股恐怖的能量轰得到飞出去 等楚涵反应过来时 他的胸膛早已被那股恐怖的能量击穿 随后哭通一声倒在了眼舞台上 这种情况直接让楚家弟子亚麻呆住 繁文楚剑秋能够炼制增强一倍力量的增力服 没想到是真的 与此同时高台上的大长老脯子都被气歪了 好你个小畜生 没想到你隐藏的够深 楚剑秋见大长老迟迟不肯宣布比赛结果 于是询问他何时公布比赛的结果 或于无赖的大长老只好宣布道 今后楚家少主依旧是楚剑秋单任 听到此话的众人纷纷对着楚剑秋行李道 拜见少主 理完赛后楚剑秋回到自己的房间 与此同时丫鬟入话早已为他准备好了饭菜 这时不要避连的丹格长老一脸笑意地走了进来 楚剑秋见状冷声询问道 首格大长老大驾光临 不知道有何贵感 天武大陆以武为尊 能够在规定的年龄内突破到练体九重 就可以参加玄剑宗的招生大户 而二十日后便是玄剑宗的招生大户 为了能够获得比赛资格 楚剑秋必须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从练体六重突破到练体九重 不过好在丹格长老得知楚剑秋重获家族少主之位后 于是舔着脸给楚剑秋送来了几枚锯齐单 有了这些资源 楚剑秋立即便打算闭关修炼 地旁的丫鬟出言提醒楚剑秋道 已重获少主之位后 大长老一脉的弟子怕是会再次掀起功了 你又何必如此着急闭关 对此楚剑秋不以为然 因为自始至终他都没把大长老放在眼里 最重要的是玄剑宗在天水郡的招生大户 与此同时玄剑宗的义士殿内 一名玄剑宗的弟子在殿内禀报道 长老 我宗在天水郡的招生场地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玄剑宗的长老闻言淡淡说道 天水郡那种边垂小弟 历来都难以出什么资质好的苗子 紧接着那名弟子再次开口道 据弟子所知 此地已经有三名突破真气境的公子小姐 他们分别是柳家柳天瑶和欧阳家的欧阳渊 说到这里那名弟子迟迟没说 第三个突破真气境的舞者 这让玄剑宗的长老一脸迂惑 不是有三名舞者吗 还有一位是谁 这时那名弟子才堪堪回道 楚家少主楚剑丘 他本是天水郡的第一天才 只不过前一阵子惨遭恨复 如今只有炼体六重 玄剑宗长老闻言有些惋惜 普通招生的最低条件是炼体九重 想要在二十天内完成突破绝无可 看来他是没有这个命令 可以转眼的时间 楚剑丘便通过服用锯气弹一举 从炼体六重突破到了炼体九重 而舞者一旦到了这个境界 自身的一些经脉就会被打通 但楚剑丘在达到这个境界后 却发现自身的奇经八脉没有一点动静 人体共分二十处经脉 分别是正式二经和奇经八脉 舞者一旦进入炼体九重 就证明自身的正式二经被打通了 至于奇经八脉 只有极少部分天赋异禀的舞者 才能勉强打通一到两条 一旦奇经八脉全被打通 达到炼体极境就能修炼传说中的无上五体 所以打通奇经八脉就必须在炼体境的时候完成 想到这里楚剑丘顿时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 而他想要获得更多的资源 当务之急就是抓紧赚钱 于是楚剑丘第二天早上便急忙来到了灵福阁 灵福阁阁主看到楚剑丘带来的灵福不由称赞走 除了曾丽福之外 其他福禄都有成倍的效果 真不愧是我们天水郡的制服天才 可紧接着看到楚剑丘无精打采的样子 灵福阁阁主不由询问的 楚小游脸色看起来有些差 莫不是哪里不是 楚剑丘对此解释了 多谢阁主光环 我只是昨晚没有睡好吧 毕竟自己在混沌之尊塔内一夜没睡 才将福阵之道完全领悟 这些事自然不能让别人知道 这也是灵福阁阁主突然将手搭在楚剑丘的肩上 本座这里今天正好有两位贵客 我可以把你引荐给他们 随即一名老者和一名上语便缓缓走进去 他们分别是万武商行的长老周桓 和万武商行的千金夏幽黄 听到灵福阁阁主的介绍 楚剑丘连忙攻身行李道 在下楚剑丘 拜见夏小姐 与此同时她心中也在琢磨 这灵福阁不过就是万武商行手下的一个小分质 想不到商行的大小姐竟会屈尊来到这里 对于楚剑丘的行李 夏幽黄没有理会笔制从她的身前走过去 随即拿起楚剑丘的绘制的福传仔细打量了一番 对于这些福传夏幽黄很是满意 于是回头告诉楚剑丘 以绘制的这些福 我们万武商行全都要了 听到此话楚剑丘顿时一脸猛逼 你说什么 你全要了 这时灵福阁阁主在一旁提醒她的 傻小子 小姐的意思是想要和你合作 这可是我们大前王朝想当当的财富榜首了 听到此话楚剑丘心中乐开了花 如此一来我就再也不用为钱满修炼资源而发愁了 终于可以安心打通奇经八卖 紧接着夏幽黄又从兜里掏出一张金卡 随手便扔到楚剑丘的手里 这是我们万武商行的贵宾卡 里面有一万块一品零食 以后你卖给我们的灵福 我们都会将零食放到里面 与此同时一同前来的万武商行的长老愕然一惊 这种卡即便是大前王朝的皇主都很难得到 小姐竟就这样给了一个香烟小 少年扛着一个大麻袋进入帝国最大的一家商会 指明道性要求该商会的大长老前来见自己 如此狂傲的行为不仅惹得周围人一笑大方 甚至还有人出言嘲讽道 一个废物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既然苟延残喘了活下 就不要到处出风头来引起本小姐的注意 然而女子殊不知的是 楚剑丘早在十天前就被该商行的小姐当作贵客 并且还向楚剑丘订购了两天到上帝图传 所以楚剑丘这次前来并非是口出狂言 而是给万物商行送福传来 毕竟在灵福阁阁主和万物商行小姐仔细检查楚剑丘的灵福后 发现她的灵福绘制手法有些潦草 但仔细检查后 灵福阁阁主突然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这显然早就被万物商行的小姐察觉到 如此发现不由让灵福阁阁主破口大笑 好你个笑 竟隐藏得这么深 这张福看似潦草 实则实在故意收敛锋芒 显然是为了压低福传的品阶 这时一旁的夏优黄也表示道 看来本小姐这趟来天水郡 真是不需此行 与此同事回到家的楚剑丘 立刻进入混沌至尊塔 因为他这次想要绘制的不仅仅只是一阶福传 毕竟就算一阶福传绘制的再好 那价值也有限 而要想在制服上更上一层楼 那就得学会炼制高阶福传 一黄眼时日期限到 楚剑丘此刻背着一个大麻袋进入了万物商行 听到楚剑丘要见苏惠长 柳天瑶当即扑斥一笑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苏会长又岂是你这个废物 想见就能见得吗 这声音楚剑丘太熟悉了 于是转身表示道 柳大小剑你大可放心 像你这般心如蛇蟹水性羊花的女 也只有欧阳渊那种货色稀罕你 楚剑丘的话将柳天瑶气得半死 于是指着楚剑丘的鼻梁骂道 你这个废物竟敢如此羞辱本小姐 你最好把嘴巴放干净你 欧阳家可是万物商行的贵客 我这就叫人将你轰出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万物商行的苏长老苏延香 带着下游黄走的出来 楚公子 你可是让我们好等啊 听到此话柳天瑶一行人 顿时压麻呆住 随即楚剑丘上前一步 苏长老夏小姐请见谅 在下有事单个所以来迟了 见楚剑丘真与帝国最大的商行熟辱 柳天瑶顿感自己先前的那番话 是有多么可笑 他不明白一个废物而已 为何万物商行的人会如此待他 就这样楚剑丘被两大美女 邀请进了贵宾区 临走时楚剑丘回头嘲讽 看了一眼柳天瑶 你欠我的那笔账 我迟早会一笔一笔的讨回来 楚剑丘这般话气的柳天瑶咬牙切齿 与此同时进入万物商行雅间的楚剑丘 将麻袋内的灵符全数倒了出来 即便是见过大市面的苏长老 第一次看到如此多的符也是大为震惊 然而这还没有完 楚剑丘随即又从兜里掏出三道符 询问苏长老价格 苏长老接过符后一脸震惊 因为楚剑丘递给他的乃是达到二阶的灵符 所以他毫不犹豫将夏幽黄叫本 夏幽黄得知情况后 随即使用家族秘 因为他想要看看这三张二阶灵符的等级 片刻后三张灵符的类型和等级都显露了出来 而且品阶都是中品 增符效果更是他们前所未见的 这不得不让夏幽黄重新审视楚剑丘 在练体精就可以练制二阶灵符 日后只要成长顺利 就定然可以成为一符道大家 万物商行愿意出资十五万零时买下 五十万那可是相当于楚家整整三年的收入 所以这让楚剑丘再次意识到了 胡思职业的赚钱之道 有了这些钱 楚剑丘便想购买一些武技修炼 毕竟天武大陆以武为尊 于是询问苏长老哪里可以买到武技 在苏长老的口中得知 明天他们万物商行刚好有一个大型的拍卖会 于是楚剑丘打算明日再来一趟这里 看着楚剑丘离开的背影 夏幽黄一时竟有些是个神 这刚好让苏长老逮到机会调侃他 不知小姐是否听说过望夫时 我已经派人打听过了楚公子 他肯为自己心爱之人奉献整整三年的本命精血 的确是个良人 夏幽黄被苏严香一阵调侃 一时竟羞红了脸 这只是一门玄阶武技 结果却让天水郡的四大世家变卖家产前来正强 只因在天水郡这个穷乡僻养之地 一门玄阶武技足以让一个家族晋升为四大世家之首 所以四大世家纷纷不惜一切代价竟拍这门武技 可在这时却出现了一位少年 他竟让万武商行开启了 从不对人开放的一号雅间来接待 并且还让号称狐狸精的苏长老亲自陪同 面对一身骚香味的苏严香 楚剑秋尽可能将身体挪得远一些 苏严香见状随即将脚伸到楚剑秋的腿上蹭了蹭 为防止自己定力不足 楚剑秋于是让苏严香赶紧开始拍卖会 苏严香文言也没再挑逗他 吩咐一旁的丫鬟传令开始拍卖 随即一名女子缓缓走上柜台 第一件拍品是一把冰属性零件 名叫青霜 是用千年含铁铸造 柳家公子率先开口两万零食 柳天瑶本以为他们柳家在天水郡的地位 定然没人敢与他们竞价 可偏偏在这11号雅间突然出价三万零食 顿时气得柳天瑶将喝进去的茶水吐了出来 这时他们也注意到竞价的人来自一号雅边 即便知道对方是自己惹不起的人物 但为了玄剑中的招生大力 柳天瑶只能咬牙继续竞拍 一连竞价几次之后 青霜剑已经被抬高到了五万零食 这显然高出了他的本身价值 所以楚剑秋没有再次竞价 一旁的苏颜香也看出了楚剑秋的目的 显然是想要教训一下那个忘恩负义的女 片刻后第二件拍品被拿了出来 这是一把破烂不堪的大宝剑 众人一看纷纷开始吐槽 这破玩意也能当作拍品 万物商行什么时候眼光这么差 可他们固知道的是 这把剑即便是万物商行的顶级剑宝师 也没法看出他的品阶 远在高台上的楚剑秋也注意到了这把剑 与此同时他体内的混沌至尊塔也开始躁动起来 能让混沌至尊塔有反应的东西 显然不会一板 所以楚剑秋当即想要将这把剑往下 可苏颜香却告诉他 要是公子喜欢 我直接可以代表万物商行将它送给你 这卵饭瞬间就被他吃得明明白白 而苏颜香也借机靠了过来 使劲将自己身体贴在楚剑秋身上 公子莫要着急 接下来拍卖的东西才是重头戏 苏颜香话音刚落 便见一群人将一口周身绑满铁链的箱子抬了上来 打开箱子 里面放着的是一捆卷筹 通过拍卖师的介绍 这是一门玄街下平武技 名叫怒浪七蝶掌 此话一出 顿时就让整个拍卖会炸开了过 毕竟玄街武技一般只有世家大毒才可能永远 即便是世家世子 要是没有一定的身份也没资格修炼 可见这次拍卖万物商行乃是下了血的 因为是玄街武技 所以起拍价就高达五万零食 这让在场的绝大多数人一阵无语 五万零食 寻常人家哪有这等才力 这摆明了就是给四大世家准备 与此同时二楼墨家家主率先出价六万零食 这时柳家公子红插一脚嘲讽说道 墨叔就这么点钱就不要拿出来丢人 如此慕无尊长的行为让墨家家主破口骂倒 柳高阳以未免也太嚣张了吧 听到此话柳高阳当即出价十万零食 可还不等他得意完 一号雅剑突然出价十四万 十四万对于天水郡绝大多数人而言 简直就是天价 柳天瑶见对方似乎是在有意和自己争强 顿时一股怒气涌上心头 可十四万已经是他们柳家三年的收入了 要是继续竞拍只能是倾家荡产 而且对方出价毫不犹豫 可见其财力深入大汗 所以柳天瑶没有勇气再继续竞拍下去 转身便准备离开 楚剑秋看着眼前的两件拍品 因为对怒浪七蝶掌知之甚深 于是想请苏炎香给自己介绍一下 苏炎香闻言将嘴凑到楚剑秋耳旁 路浪七蝶掌前三掌威力在玄阶下品中只算普通 但在第四掌之后 每一掌都会将前几掌的掌径叠加 而最后的第七掌便是集七重净力为一体 那威力堪比玄阶中平武技 不过这门武技对身体的负荷极大 稍有不慎就会筋脉寸断而亡 即便是真气劲的武者都不一定可以做到 公子可要万般小心 见苏炎香将身子死死贴在自己胳膊上 楚剑秋连忙一把将他推开 有劳苏长老费心了 在下还有事先走一步 少年只是抬手轻轻朝前一指 并直接在山体上轰出了一个大窟窿 原来是因为他修炼了一本名叫 《努浪七蝶掌》的玄阶武技 掌力叠加便可有排山倒海的威势 有了此等武技 楚剑秋对明日玄剑中的招生考核充满信心 但眼下他要做的是尽全力去打通自己的奇经八脉 毕竟玄剑宗的招生大笔 不仅仅只考验一个人的武力 更重要的是弟子的血脉品阶 和奇经八脉打通的条数 楚剑秋刚修炼完便着急冲回族内 一夜未曾见到自己少爷的入化 当即一把扑进他的怀里 少爷你一夜未归 可把我给急死 楚剑秋剑壮连忙询问入化昨夜 有没有将自己要的东西准备好 入化文言将一个麻布袋子 递到楚剑秋眼前 这里共有300枚聚气单 品质都在一品 得到聚气单后 楚剑秋立刻准备闭关修炼 与此同时他突然想到了 自己在拍卖会上拍到的一把破剑 上面隐隐约约刻着两个大子 龙渊 仔细打量一番后 并未发现有任何特别之处 但却又能多次与混沌至尊塔产生共鸣 定然不会一百 就在这时龙渊剑突然剑斧金光 下一秒进化作一缕清风 钻入了自己体内 于是楚剑秋立刻进入混沌至尊塔 发现龙渊剑竟悬浮在了万岛源流浮阵的中心 楚剑秋本想用手将其取出来 但龙渊剑表层的温度险些将它烫伤 因为万岛源流浮阵过于霸道 所以导致楚剑秋迟迟没法将它炼化 看着自己辛苦拍来的宝剑 就这样被混沌至尊塔夺走 楚剑秋心中简直一阵无语 可就这时 他的脚下突然冒出一个金色大阵 随即无数真气化作驴驴金丝涌入他的体内 楚剑秋这时才意识到 原来是自己脚下的大阵正在给自己强行灌输真气 一放风 楚剑秋只觉体内真气过多 若不及时吸收恐怕会导致自己走火入魔 这恰好可以用来打通起经八脉 看着那本混沌至尊塔收进来的破解 楚剑秋突然想到自己的聚气单 是否也可以将它带进塔里来 于是他发动念力 下一秒那300枚聚气单真的被他收了进来 这让楚剑秋兴奋不已 因为今后混沌至尊塔可以当做一个空间来使用 但眼下之际是抓紧时间修炼 所以楚剑秋一口气将无数单药放入嘴内 有混沌至尊塔的辅助 短短过去半小时 楚剑秋就直接打通自身的骑金八脉 而且这一打通就是七条 只剩下唯一的一条生死悬脉没有打通 不过这已经是他现在的极限 毕竟生死悬脉历来都被五者称为生死铁地管 纵横整个天舞大陆能打通的五者寥寥无几 而这一连串消耗让楚剑秋只感觉浑身无力 如今只剩下一条经脉没有打通 所以楚剑秋暗下决心自己定要打通这条经脉 并且龙渊剑也要想办法拿到手 还有就是玄剑宗的招生大笔 我也要一并拿下 第二天玄剑宗的招生大笔开始 此刻西南区天赋测试台周围已经围满了人 玄剑宗历来十年只招收一次弟子 而且每次招生只选择二十名天赋和武力出众的五者 就在众人探讨谁能进入玄剑宗时 欧阳渊带着柳天瑶黄缓走过来 天水郡欧阳家的工作 年仅十七岁便已是真气静六重的强者 这次招生大笔估计魁首非他莫属 与此同时玄剑宗的长老也到场了 诸位 凡是满足我中要求者 请上台准备开始天赋测试 柳天瑶和欧阳渊听到此话 随即第一队朝天赋测试台走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身影引起了柳天瑶的警觉 没错 楚剑宗也到场了 他不顾旁人眼光毫不犹豫地就朝测试台走去 欧阳渊见状顿时一阵嘲讽 一个废物也敢出现在本公子面前 看来我给你的教训还是不够了 这时柳天瑶也在一旁附和道 他不知道用了什么血 竟修复了自己丹田重新开始修炼 但欧阳渊根本没把楚剑丘放在眼里 不过是一个苟延残喘的废物吧 早已不是天水君的第一天才了 与此同时柳高阳突然挡在了楚剑丘的身前 你这个废物还不赶紧给我站住 这是一块测试武者天赋的石头 只要将手轻轻放在上面 就可以测出武者的修炼天赋以及血脉走去 然而当被视为废物的少年开始测试的时候 竟差点将整块天赋时震随 原来今天是玄剑宗的招生大 凡是在规定年限内达到炼体九层的武者都可参加 楚剑丘在20天前修为只有炼体六重 所以当他准备上台测试时 却被柳高阳拦了下来 一个炼体六重的废物还没有资格参加测试 听到此话的玄剑宗长老当即陆赤道 没有资格的无关人员速速退下 可就在下一年 楚剑丘将自身无比精纯的灵气释放出来 只听轰隆一声 他身前的柳高阳直接就被震得倒飞了出去 柳高阳除了在制服上有些天赋外 武者境界非常低 所以楚剑丘仅是释放真气 就直接将他震晕了不去 玄剑宗的长老见状大为震惊 这孩子竟真的在短短20日就突破到了炼体九层 与此同时楚剑丘上前一步攻身行李道 罗长老我现在有资格了吗 罗长老闻言顿感有些羞愧 于是点了点头示意楚剑丘上台测试 随即天水军的两大天才和一个废物之间的比试开始 罗长前去将手放到燕姿石上 柳天瑶十六岁 真气静一重 资质玄疾中品 血脉玄疾中品 奇经八卖零条 见到这等资质 必是让在场的舞者炸开了波 真不愧是我的女神 竟全是玄疾中品资质 一旁的罗长老见状也是头去赞许的目光 这让柳天瑶无比得意地望向身后的楚剑丘 即便你恢复到了炼体九层又能如何 可本小姐相比依旧是云一之别 然而楚剑丘却丝毫没理会他 紧接着欧阳渊也开始了天赋测试 欧阳渊十七岁 真气静六重 资质地级中品 血脉地级上品 奇经八卖三点 这等天赋让罗长老都大吃一惊 此子当真是妖腻 地界血脉即便放眼我玄剑宗也没有几 一时间无数无准挥拳呐喊 这才是我们天水军的第一天才 就在这时 楚剑丘将手放到了燕姿石上 顿时一股金色气浪 无数人背着金光照的睁不开眼睛 我尼玛 什么情况 与此同时楚剑丘的测试结果展现了出来 楚剑丘是七岁 炼体九重 资质天极中品 血脉天极下品 奇经八卖七条 看到这一幕 柳天瑶和欧阳渊大嘴张的可以放下一颗鸭胆 看着燕姿石险些被震碎 一旁的罗长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小子奇经八卖竟然打通了七体 只要再打通一条 那岂不是可以达到传说中的炼体激进 这个曾经的天水俊第一天才 在这一刻似乎又回来了 然而他们殊不知的是 这些结果其实都是假的 楚剑丘的血脉天赋早已经超出天极 这是他利用混沌至尊塔篡改后的结果 毕竟一旦有超过天极血脉的武者出现 怕是整个大前王朝都会被惊动 到那时是服事货都尚未可知 与此同时楚剑丘将目光转移到柳天瑶身上 柳天瑶你和欧阳渊谋害我沦为废人之时 可曾有想过今天 此话一出 顿时又在现场掀起了一阵风波 原来楚家少主竟然是被欧阳渊和柳天瑶害的 见无数武者将矛头指向自己 柳天瑶连连开口否认此事 与此同时楚剑丘一步来到他的身后 为了医治好你的三阴绝脉 我每月都给你提供一滴本命精血 三年期间从未见断 可到逃来你却连和欧阳渊夺我血脉修为 断我经脉 碎我丹田 这世间怎会有你这种心如蛇蝎的女人 见楚剑丘道出实话 柳天瑶意识不知该如何反驳 浑身一软就跪在了地上 一旁的欧阳渊见状顿时解释道 楚剑丘你未免太卑鄙 瑶二只是没有答应和你在一起 你就如此污蔑他 这岂是大丈夫所为 听到此话的楚剑丘笑 二世子用一血魔宫夺走我的血脉 就是大丈夫行进了吗 此话一出 顿时让现场再次沸腾 毕竟一血魔宫可是禁忌之术 毕竟发现无准修炼 人人得以诛之 男人在玄剑宗的招生大笔中 测出天极血脉 不料却引来了 血煞宗的宗主现身当场 原来是因为在玄剑宗的招生考试中 号称天水俊第一天才的 欧阳冤进修炼血煞宗的魔宫 眼看欧阳家投靠魔宗的事实就要报了 欧阳赢立刻走上测试台 楚剑丘你个小畜生 别以为自己天赋惊人 就可以在这里胡言乱语 话罢竟调用周身灵气汇聚在掌心之上 胆敢在此胡言乱语 这一掌楚剑丘显然吃不消 不过这也令欧阳赢惊不已 这小子只有炼体九重 我的权力一掌竟没能直接拍死他 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搭在了楚剑丘的肩上 没想到你小子居然还有如此一段闷骚的故事 来的人是灵福阁阁主杨正海 他将楚剑丘从地上扶起来后 身形一闪来到欧阳渊身前 你胆子挺肥的呀 一血魔宫这种禁忌之术你都敢修炼 欧阳渊文言连连否认此事 杨正海文言淡定说道 你有没有修炼 我一时便知 就在这时欧阳赢一步挡在欧阳渊身前 杨阁主 你难不成想要与我欧阳家鱼死网破吗 杨正海见状不屑一笑 你当着我的面想要杀我灵福阁的人 还说什么鱼死网破 你有那个能耐吗 你我可以不动 但你身后的那个小子 如果真的修炼了魔宫 那就死罪难逃了 欧阳赢自知此事没法隐藏吗 当即准备使用血沙宗的魔宫宝下欧阳渊 第二欧阳赢却看着天空冷笑一声 利师兄 随即一道黑影缓缓显露了出来 一群废物 宗门数年的布局全都被你们给毁了 这时玄剑宗的长老被吓出一身冷汗 欧阳家境真是血沙宗的人 血沙宗可是我玄剑宗的死罪头 这欧阳原来参加招生考核 显然是血沙宗的阴谋 若非楚剑秋及时揭穿此事 那我到时候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就在无数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之际 灵浮阁阁主神情自若地站了出来 只见他对着天空喊道 利老头多年不见 没想到你还是这般自大 性力地见杨正海在这里 于是直接拿全城百姓的性命威胁他 杨匹夫 老夫自知不是你的对手 但要是你敢杀欧阳渊 我就会拉着全城的人给他陪葬 杨正海知道欧阳渊天赋非凡 一旦成长起来绝对是一个邪道巨头 但以利老儿的性格 如真动其手来自己实在难以护住所有人 没办法他只能妥协此事 欧阳营剑主 连忙拉着欧阳渊准备离开天水军 然而就在这时 柳天瑶突然伸手一把拉住了他 渊哥哥带我一起走 不然楚剑丘不会放过我 此刻欧阳渊自身难保 哪里还顾得上这个剑人 当即准备一掌弄死他 然而这时一道声音突然传入他的耳末 把他也带上 此女身怀三音绝脉 但心肠逮 是一个邪道的坏胚子 听到此话的欧阳渊连忙话去掌上的灵情 姚儿别哭 若非有前辈在 我等怕是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这里 杨振海文言哈哈大笑起来 你回去跟邱老儿说一声 他今天可是欠了我一个天大的人情 话霸一溜烟就离开了这里 这可让玄剑宗的长老不知该如何是好 毕竟整个玄剑宗姓邱的只有他们宗主一人 要是将这段话带回去 怕是以后自己都要坐龙板凳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远处传来 杨匹夫妮跑得倒是挺快 话音刚落便见一道紫色气体来到楚剑丘他们跟前 煞食一名身着紫袍的妖艳女子缓缓出现 来人正是玄剑宗第四封的风主崔雅云 他四处打量一番后并未发现杨振海的踪迹 气得他顿时咬牙骂的 你可别让我逮到 否则一定要好好算一下当年的那笔账 杀人如麻的血沙宗突然在天水郡出现 结果却被一个小小的遭老头吓得拔腿做好 而这老头的身份似乎很如一般 不仅直接换玄剑宗的宗主为小老 更是和第四封的风主有着数不清的关系 听到此话顿时一脸猛逼 于是连忙解释道 崔宗主这怕是不符合规矩 通过招生的弟子还需回宗门参加考核才能决定去想 可这老婆娘却告诉他 本座想要谁就要谁 你难道不服 楚剑宗看这架势 要是自己不答应趴宗以后难免会在宗门吃苦头 于是只能连忙叩首拜见师傅 崔雅云剑壮扔给他一枚令牌 说是持此令牌到宗门后可以直接去第四封报道 无需再和其他弟子一样进行测试 陆化得知楚剑丘不日便要前往玄剑宗 于是跪在地上请求他去的时候带上自己 楚剑丘剑壮连忙将他扶起来 告诉他像玄剑宗这样的大宗门 暗地里肯定会有不少明争暗斗 贸然带你去只会害了你 紧接着又一把将他搂入怀里 等我在玄剑宗站稳脚后 一定回来把你接过去 不过在那之前你需要帮我做一件事 画霸从手指凝练出一滴本命精血 然后轻轻一点放入入化眉心 有了这滴本命精血 入化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于楚剑丘的本命精血过于霸道 没有一点修为的入化承受那股力量后 直接晕厥了过去 不过经过这次改造以后 入化成功将血脉等级提升至地级中品 一日清晨 楚剑丘踏上云州前往玄剑宗 这时一名少女突然从他身后扯了他一想 女子名叫弗令雪 和楚剑丘一样也是来自天水郡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 想着楚剑丘和自己是同乡 希望以后能在宗门相互关照一下 楚剑丘回头一看 发现眼前的女子修为早已到达真气景 于是连忙表示相互关照自是应该 不过令他无语的是 明明对方比自己修为还高 却如此怯弱胆想 日后指不定被人欺负成什么样子 话语间他们便也到达玄剑宗 当下非洲就听到各种社团内心的声音 这让楚剑丘有些疑惑 他没想象玄剑宗这样的大宗门 竟也会在私下导小团体 这是一旁的弗令雪解释道 这些社团都是一些外门境界低微的弟子组建的 并不值得去加入 不过就算是外门弟子 他们也只会招揽强者 像我们这种小地方出来的人一般都无人问津 然而就在弗令雪说话之际 一名玄剑宗弟子突然一把捂住他的手说道 小师妹可有兴趣加入我们玄云社 师妹如此之香 等加入了我社一定要和你好好探讨一下 弗令雪听到此话连连后退表示不愿嫁 这种灯徒子楚剑丘实在看不下去 啪的一巴掌就将那人的手拍开 随即一个侧身挡在弗令雪身前 他不愿去 你难不成还想抢抢不成 男人闻言当即释放真气破口骂道 你一个小小恋体精的废物 老子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 还不给我滚一边去 原来这四名叫韩安仪 仗着自己叔叔是玄剑宗的外门长老 四亿气入同门 前几天就已经逼死了一名紫霞舍的女弟子 不一会儿楚剑丘周围就围满人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突然传入众人耳背 谁是楚剑丘 说话的人是玄剑宗第四封的弟子左丘连主 他刚一现身就引得一群弟子心花怒放 而他只是在玄剑宗广场随意走上街 直接导致无数老汉气血汹涌鼻血流淌 到底是谁有这等殊荣 竟让我的女神亲自出来找他 就在这时楚剑丘缓缓开口了 我就是楚剑丘 此话一出 顿时让韩安仪难以置信 凭什么他一个练体精的废物 会值得左丘师姐来找 与此同时 左丘连主一个闪身便来到楚剑丘跟前 长得倒还不错 不愧是我师父看上的人 随后直接扯着楚剑丘胳膊说道 你现在跟我去第四封 本师姐今天亲自安排你的住处 这时楚剑丘却突然让左丘连主稍等一下 随即对着韩安仪说道 扶令雪师妹不愿加入玄云社 劳烦师兄不要强迫他 听到此话的左丘连主立刻释放周身争气 韩安仪能给我解释下这是怎么回事 仅是打通一条经脉 竟让宗门的宗主和所有长老亲自来给他护走 原来楚剑丘打通的是最后一条奇经八脉 这条经脉一旦打通便会引动天地一些 就在刚刚 楚剑丘刚入宗门便有一位外门弟子想找他的麻烦 结果下一秒 他就被前来接引楚剑丘的女子释放在真气下的跪在地上 楚剑丘看了一眼身旁的左丘连主 根据先前的动革 师姐怕是已经达到华海经了 左丘连主文言告诉他 只有到达华海经的强者才能被第四封收为清传弟子 像你这种练体经就当上清传弟子可是千年以来的头一个 两人一路说着就已来到第四封 推开屋门一看 楚剑丘发现他们为自己安排的房间竟布置成了女儿家的格调 寻思着莫不是这位师姐带错了地方 这时左丘连主再次解释道 第四封加上师尊一共也才四个人 而且除了你其他人全都是女子 此话一出 楚剑丘顿时觉得自己掉进了盘丝洞 于是连忙询问师尊在哪里 毕竟按照规矩 楚剑丘需要先行完拜师礼才算真正入门 然而左丘连主却告诉他 自己师尊此刻正在和一群老头抢人 与此同时玄剑宗议室殿内 玄剑宗的宗主可谓是笑得合不拢嘴 很好 我玄剑宗总算出了一位天极血脉的弟子 这时负责招生的长老上前禀报的 宗主那楚剑丘其今八脉已经打通了七点 再打通一条便可成就无上无体 听到此话左丘老儿捋着骨子笑得更欢 此子真乃天纵器材 与此同时第三丰丰主开口 我第三丰已经十几年没有收弟子 这弟子就是我第三丰吧 一旁的第二丰主文言当即表示道 十几年未收弟子那是因为你来 这等天纵奇才只有来我第二丰才能最大塑造 第五长老这时也表示想要楚剑丘 最后第七丰丰主舞动那妖艳的身段不屑一笑 我看这小家伙一定会选择我第七丰 毕竟谁不想要一个漂亮的师尊呢 见个丰丰主争得不可开交 宗主于是让所有人都别争了 正好自己还差一位关门弟子 就让楚剑丘来自己守风 此话一出顿时让所有人一阵无语 左丘师兄你还要脸吗 你守风都已经十几个清传弟子 还好意思和我们抢人 这时一旁的招生长老有些难为情地说道 唯禀宗主 其实楚剑丘早已败入四丰丰主名下 听到此话 宗主和第二丰的丰主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看向崔雅 怪不得今天四师妹如此淡定 原来是早就把桃子摘到了手里 崔雅云文言瞬间脸色一成 看来三师兄很不服啊 要不要和我打一架 这顿时让唐玉删锁了 他知道论战力除了宗主 以及第六丰的长孙白原外 怕是没人打得过崔雅云 就在这时天空突然暗沉下 所有宗主见状纷纷从大殿内冲了出来 左丘老二抬头一看 这是第四丰有异动了 于是所有人都急速往第四丰的方向 同时一名青年早已提前来到这里 这正是第六丰的丰主长孙原白 率先赶到的宗主立刻询问长孙原白的情感 只见第四丰整座山峰都被一股紫色的雷电环绕着 此刻他们才明白是有人在修炼无上无底 看来是楚剑丘那小子打通了最后一条经脉 听到此话的长孙原白一脸震惊地看向众人 因为意思是那人是我宗弟子 左丘老二此刻得意地解释道 长孙师弟有所不知 以四师姐刚在天水郡受了一个天极血脉弟子 还未入宗殿已经打通了七条旗经八脉 会防止长孙原白惦记自己弟子 崔雅云连忙表示楚剑丘早已在天水军行了拜师礼 长孙原白闻言只能一阵吻息 看着第四丰上的气血越来越庞大 宗主和长孙原白立刻向众人说道 这等气息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否则其他宗门怕是会不惜一切代价除掉楚剑丘 于是宗主命令众人联手隔绝楚剑丘与天地感应的气息 然后再由崔雅云开启护山大阵 随即崔雅云掏出第四丰令牌指向山峰 顿时一道金光便将整座山峰包裹了下来 与此同时宗主和长孙原白直奔天际而去 两人抬手一挥便击溃了天空的黑云 此刻楚剑丘正处于突破的关键期 丝毫没有察觉到外面的情况 只见无数金光不断从他的体内冒出来 下一刻这些金光直接击溃了第四丰的护山大阵 左丘老而见状总算松了一口气 无上无体总算炼成了 崔雅云文言立刻调用神识查看第四丰内的气血 在没有发现真气外泄后也是点了点头 这时一旁的长孙原白也兴奋起来 仅是出城无体就已如此 等那小家伙成长到我等修为 还不知道我们能否扛得住他的一拳 入宗半年的楚剑丘第一次突破真气井 结果直接把宗门后山炸了一个大窟窿 就在刚刚 楚剑丘刚入宗门便被宗主视作真宝 不仅在他打通经脉时号令全宗长老为他护法 更是为防止气息泄露亲自出手隔绝天地一项 但百密中有一书 由于楚剑丘冲破 其今八脉时隐重的天地异象过于浩大 还是被潜藏在宗门内的奸细察觉到了一年 奸细刚走崔雅云便带着长孙原白来到了这里 由于开启了护山大阵的人 他们并不担心奸细能从中看出什么东西 可即便如此 长孙原白也知道楚剑丘未来的路注定不会太平 一晃眼半年过去 楚剑丘觉得事实后突破真气井 这半年内 他不仅将之前修行中出现的隐患彻底消除 还进一步把无上无铁链就成了完美之趣 随着周围的灵气不断涌入他的体内 狂暴的灵气不断地洗涤他的全身 只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 方圆极里瞬间寸草不生 而且地面也被炸出了一个深坑 随后楚剑丘缓缓从深坑中爬了出来 他也没想到只是突破一个小小针气井 造成的破坏力竟如此惊人 看着衣服上随处可见的口 看来衣服也报废了 最主要的是他体内的丹田扩张了上百里 日后还不知道需要多少资源才能填绑他 换好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后 楚剑丘来到玄剑宗的任务大点 在玄剑宗想要获得资源 只能用贡献值来兑换 而贡献值则需要做任务来获取 就在楚剑丘纠结该选拔中任务时 忽然一道声音从他身后叫住了他 楚剑丘回头一看 发现原来是弗令雪在叫自己 弗令雪正是一脸兴奋的喊道 恭喜楚剑丘师兄突破真气井 此话一出 门外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入宗半年才突破真气井 真不知道你是如何爬上真传弟子的位置 来的人是紫霞社的弟子西门一柳和社长婉秀英 不令雪告诉楚剑丘自己加入了紫霞社 这次主要是来接笔记任务 任务要求是击杀一条肆虐人类城池的血盲 实力相当于真气井五重的修饰 于是询问楚剑丘是否愿意一起去 楚剑丘考虑到自己从未接过任务 和他们一同去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不等他开口 三名男弟子突然嘲讽说道 楚师弟那点修为 跟过去怕是只能给血盲松菜 这时一旁的思风凯也附和道 原来你就是楚剑丘 去去真气井一层镜也能当上真传弟子 对对对 咱老大都已经是真气井四重也才只是那门弟子 有些人走后门也太明显了 楚剑丘听到一群跳梁小丑的话 他并未理会他们 韩安仪见状一步来到婉秀英身旁 这血盲可不好对付 不如加上我们一起如何 婉秀英知道韩安仪绝非善美 之前就有好几个姑娘被他糟蹋 然而还没等他开口 韩安仪直接告诉他 要是不答应自己叔叔那边可不好交代 或于无赖婉秀英只能答应下来 随后几人便根据当地村民的指引来到了卧虎山 只是刚入山不久 楚剑丘就察觉到了一羊 他解释这里的山间草木皆被沾染了邀请 所以推断这血盲恐怕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但除了福令学以外 其他人都不以为人 他们只觉得是楚剑丘胆小怕事 早知道就不该带他一起来 于是让楚剑丘在这里等他们 随后几人又向深处走了吉林 他们终于找到了血盲的老巢 然而当血盲露出真身时 直接将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那竟是一只人头蛇身的蛇妖 而且长成了这样八成是一只化形的大妖 与此同时察觉到一样的楚剑丘 递给福令学两张灵符 告诉他灵符可以保证他不受妖兽清醒 让他在这里等自己 因为他感受到了妖兽的不同寻常 所以决定亲自去看看 这是福令学却说的 他们如此刻薄于你 你去了他们也不会给你好脸色 不如就和我一起留在这里 考虑到他们是自己同门 并且这妖围获一方肆虐百姓 他还是决定亲自去看看 另一边 面对化形后的血盲大妖 他们早已经没有了战斗的勇气 因为这种妖实力 已经相当于化海径的修饰了 所以他们自觉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这是西门一柳 才想起楚剑丘之前的话 后悔当初没有听楚剑丘的 宛秀英告诉其他人 只要我们联手冲出去 这只蛇妖未必拦得住我们 听到此话的蛇妖不屑一笑 你们看看周围都变成了什么样子 你觉你们还能逃出去吗 这时韩安仪反应了过来 这是妖阵 听我们根本不可能破格 蛇妖剑丘哈哈大笑道 这几天只吃到一些凡夫俗子 能吃到你们这些血气充沛的 无准真是大不老 化罢们的张开巨口 咬牙朝他们出去 男人还未反应过来 直接就被血盲一口吞进了肚子里 一旁的斯风海剑状 被吓得不敢动 宛秀英则是一跃而起 朝血盲射出一箭 然而当那只剑落到蛇妖身上时 瞬间就被弹了出去 下一刻蛇妖一个闪身来到她的跟前 就在这时 一个巨大的火球突然砸到了蛇妖身上 是谁 竟敢偷袭本尊 楚剑丘文言缓缓走了出来 一个畜生反应倒是挺快 不然那一击就足以要了你的性命 看到楚剑丘来了 宛秀英和西门以柳皆是一喜 速速节省 这畜生受了伤 现在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听到此话 众人各站一个方位将蛇妖围了起来 看着一脸杀意的楚剑丘 蛇妖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即便我受了伤 这一时间其他几人也纷纷持剑冲了上去 然而斯风海还未碰到蛇妖 手臂就被蛇妖一口咬了下来 就凭你们一群蝼蚁 也敢妄图与本尊抗衡 然而就在这时 楚剑丘已经来到她的身后了 路浪气叠掌 只见楚剑丘掌中汇聚大量容器 下一秒猛然一掌轰在蛇妖的腹部上 仅是一击 蛇妖一掌 楚剑丘轰飞了出去 一旁的西门一柳和婉秀英健壮一脸震惊地说道 这真是一个真气劲舞者能够打出的一击吗 少年以最低修为考进修仙宗门 但却在入宗时被宗内所有长老抢着要收为真传弟子 一时间宗门内所有弟子都认为楚剑丘八成是走了后门 一晃半年之后 楚剑丘因为体质的缘故 仅仅才突破一重禁忌 这更加实际了她废柴走后门的事实 然而就在楚剑丘和其他弟子一起出门执行任务时 她竟然一拳打翻了五人连手都无法撼动的划行大妖 这一幕顿时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只见他们一个个张大嘴巴抵补 这真是一个刚入真气劲的舞者能打出的一滴吗 老子一开始还想着教训这小子一滴 可照眼下这种情况来看 怕是一掌就能将我拍得粉身碎 而韩安仪却是一脸极度看向楚剑丘 为什么拥有如此妖孽天赋的人不恕 就在这时西门一柳突然大喊道 小心 等楚剑丘反应过来 血蟒瞬间一尾巴抽在她的腰上 顿时一口鲜血从楚剑丘嘴中哭出 一击奏效的血蟒得意起来 臭小子 真当本尊是你能够对付的吗 只见血蟒周身血气开始急速提升 她将自身力量汇聚在尾巴上 随后对着楚剑丘就是一顿眼边 然而楚剑丘对此却纹刺不动 任由血蟒的攻击落到自己身上 婉秀英见状不忍直视捂住眼睛 就在这时 那些原本落到楚剑丘身上的攻击 竟被一个光罩挡了下来 血蟒剑丘顿时大击 一旁的婉秀英更是一脸难以置信 因为楚剑丘竟然用灵力化作护照 将攻击挡了下来 血蟒见楚剑丘缓缓缓走过来 她有些不解的询问她 我刚刚明明已经重创你了 你怎么可能恢复得这么快 楚剑丘文言只是淡淡一笑 毕竟她可是修炼成了无上无底 只要气血没枯竭身体就可以无限欲合 然而血蟒可不信心 一个区区真气劲的草帮 胆胆在本尊面前大言不惨 见血蟒再次准备发起兵击 楚剑丘旋即将灵力都汇聚在手掌上 仅仅只是散发的气息 就让一旁的弟子浑身站立 紧接着楚剑丘抬手一掌 迎上血蟒的攻击 下一秒一道由真气汇聚的能量 封在血蟒身上 剧烈的头部迫使血蟒发出一声惨叫 分后身形蟒的砸向地面 此刻血蟒浑身是斜的躺在地上 楚剑丘剑转缓缓走上来 正当他准备给血蟒致命一击时 血蟒竟突然起身准备逃跑 一旁的思风凯见此顿时大喊了 不好那处声是想要逃跑 听到此话的婉秀英迅速拉动弓弦 呼唆一剑就射在了血蟒的吻声 这时楚剑丘已经追上了血蟒 用灵力化作刀刃瞬瞬间砍下血蟒的脑子 经此一战的楚剑丘体力已经接近凸击 虽无上无体能迅速恢复伤势 但这体力的消耗着实有些大 一旁的婉秀英此刻依旧不能相信 于是一脸震惊地说道 楚师弟你竟一人击杀了血蟒 随即思风凯也走上前去 兄弟你真行 我思风凯就逢我 然而这时一直没有出力的韩安怡 却突然冷笑一声 你们现在怎么开始相亲相爱起来 婉秀英文言立刻察觉到不对劲 于是连忙询问韩安怡想要干嘛 只见韩安怡拔出腰间配件裂的笑 你问我想干嘛 那当然是咋的 男人耗尽所有真气 终于斩杀了化形后的血蟒大妖 事后竟被自己同门师兄拔剑相抢 只因他想独占猎杀血蟒的功劳 婉秀英见此联盟告诫他 残杀同门乃是宗门死罪 可男人听后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没人知道是我杀了你们 因为你们都是死在了血蟒手里 而我则是那个杀了血蟒为你们报仇的人 思风凯解释自己哥哥是内门的十大弟子之一 杀了我我哥哥不会放过 然而韩安怡听后却说会给他一个痛快 这时西门一柳被吓得跪在了地上 求求韩师兄不要杀我 我保证不会将此事说出去 但韩安怡语气冰冷地说道 我只相信死人才能守住秘密 紧接着恢复一点力气后的楚剑丘 缓缓站了起来 你就这么确定你失定我了 韩安怡这一听脸上冒起了冷汗 你少在那里装算 刚才那一战早已经耗尽了你所有力气 现在即便是个炼体精的废物都能杀了你 然而在他说话的同时 握刀的手近在不断地发动 随后鼓起勇气一刀砍向楚剑丘的脖子 脑袋被砍了下来 不过不是楚剑丘的 而是他自己的头 这一幕直接吓傻了一旁的西门衣柳 因为砍掉韩安怡脑袋的人竟是弗令雪 因为这是弗令雪第一次杀人 楚剑丘在一旁鼓励他道 干得漂亮 一击灭杀 处理完韩安怡后几人开始商议如何处理血脉的尸体 因为血脉身体浑身是吧 所以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将其带回宗门 但眼下却没有能够运输的工具 这时楚剑丘从怀内取出一枚令牌 半个时辰后一辆非洲缓缓地驶过来 来的人是楚剑丘的师姐左丘连竹 左丘连竹下了非洲 看到地上躺着一具画形大妖的尸体 当即让楚剑丘给他一个解释 楚剑丘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 结果下一秒就被左丘连竹揪着领路骂起 遇到画形大妖还不赶紧跑路 以怕是想让我这个师姐当不了几天 一旁的众人见证 全都将眼神挪到一旁 装作一副啥也没看到的样子 随后左丘连竹又将目光落在韩安仪的尸体上 韩安仪竟敢对我第四封的人出手 他应该庆幸就这么死 否则要是落到我手里就不是死这么简单了 此话一出 顿时吓得西门一柳额头冒起了冷汗 传闻第四封的人都是疯子 而且还格外互动 果然名不虚传 随后几人坐着非洲返回了宗门 当他们来到任务大殿准备兑换贡献指使 听到可以换700贡献点 楚剑秋一点震惊 发放贡献点的弟子告诉楚剑秋 因为你们杀的乃是化形大药 所以等级已经提升到了假等 楚剑秋并没独吞这次贡献点 而是要求将这些贡献点平均分给和他一起去的几人 听到此话的西门一柳和晚秀英眼中全是崇拜的神情 有了这些贡献 楚剑秋便可以去兑换一些修炼资源 这又能让他撑一段时间了 男人第一次尝试炼制丹药 仅仅只用了半个时辰就炼制出50枚上品名单 而且所用的50份材料都是百分百炼制成功 原来在这一个月以来 楚剑秋除了在宗门接任务换取贡献点以外 他还悄悄前往交易方式出售自己绘制的灵符和单药 只见他取出一枚纸愿抛向空中 下一秒纸愿竟化作一辆非洲拖着他朝山下飞去 楚剑秋来到交易市场 随后找到和自己合作的两名弟子 因为这座交易市场是玄建宗弟子私自设立的 楚剑秋为了不暴露身份给自己取名为天水 男人一脸笑一向楚剑秋道歇 若非有天水兄的灵符 我两人怕是早已经死在了试炼秘境里 更别提能得到里面的什么机缘 最近宗门又要开启新的秘境试炼 不知天水兄可有提前准备好东西 楚剑秋将手放到两个箱子上 东西都在这里 打开箱子的那一刻 两名弟子瞪大眼睛发出一声大叫 竟然全是上品宝贝 可紧接着看到楚剑秋所标的价格乃是500 贡献点后有些失落 天水兄的东西是好 但这个价格未免也太贵了 我这次可以多买几件 天水兄这边能否优惠点 楚剑秋文言解释呢 我这些灵符关键时刻可以用来保命 价值不可估量 你们竟还嫌弃 话罢一把将箱子合上 你们不想买就算了 别在这里妨碍我做生意 男人文言立刻改变脸色 我们买 因为他们清楚 只要能买到楚剑秋的一道灵符 那就等于是给自己多加一条命 不过他们可没有这么多的贡献 所以准备拿一些别的东西和楚剑秋交换 这是一件二阶极品防御法宝 名叫大莽天凯 即便是面对真气九重的武者 逆时半刻也没法破开他的防御 楚剑秋拿起一看 橙色不错 只两道闪顿符 此话一出两人瞬间愣着 才两道 老兄这未免太少了 楚剑秋一脸怒意 这法宝只能抗住真气净九重的攻击 而我的闪顿符却可以换你两条命 你觉得少吗 来人拿起楚剑秋的两道符指 思考一番后 还是觉得幻闪顿符比较划算 这时另一名弟子 掏出一些矿金地道楚剑秋眼前 我虽不知这东西是什么 但我敢保证他的品质绝对在三阶以上 楚剑秋看到这东西瞬间眼前一亮 心中暗喜 这可是四阶的赤阳金雷矿 只要在法宝中加入一丝 就能极大的提高法宝性了 随便拇指大小都能卖到天价 这人一看就不识货 正好可以捡一个漏 所以楚剑秋毫不犹豫 开出三千贡献点 让他自行去选择 价值相等的灵符和丹药 两人这一听 立刻又将自己身上 值钱的东西掏出来 恨不得和楚剑秋多来几笔生意 看着两人在掏自己家里 楚剑秋感到有些无语 忽然一道声音响起 这不是薛师弟和马师兄吗 男人回头一脸疑惑地询问他 你不是下山历练去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随后这名弟子爆出一则消息 这次星泽秘境将会开启 所有内门弟子 无论身处何地都要回门参加 宗门对这次秘境极为重视 八成是血沙宗的人又要来滩浑水了 而且听说秘境中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一旦让他们得到 整个大前王朝没有一个势力 可以抗衡得了他们 几人讨论的话 被楚剑秋悉数听尽而领 紧接着他取出自己的纸盒 背着一大袋交换的宝物巢 第四松飞去 但心中却一直在暗想 血沙宗想要的会是什么东西 男人外出执行任务刚回宗门 下一秒就被自己师姐 强行拽着去见自己师尊 刚踏入崔亚云的寝殿 便见他面色苍白的坐在床榻上 说是今天要将第四松的武学传授给他 楚剑秋一脸不解 师尊你脸色极差 传授武学这是不及于这一时 崔亚云长叹一口气 现在若不传你 恐怕日后就没有机会 闻言楚剑秋大惊 师尊何出此言 这时一旁的左丘连竹说道 师父与血沙宗的妖人交手 不小心中了血沙清明毒 还请师尊放心 带心泽秘境开启 吾尔定会在里面 寻得天机炫龙草来为你解毒 听到此话的崔亚云瞬间大怒 你可知强行压低境界的风险 你若胆敢违抗师命 私自压低境界进入星泽秘境 为师定要将你逐出师门 但左丘连竹心意已决 说即便是自己被逐出师门 绝不会看着师尊命悬一线 楚剑秋拍了拍左丘连竹的肩膀 示意他先出去等着 这件事交给他来处理 左丘连竹走后 崔亚云表情严肃地看着他 楚小子 你能修炼成无上无体 又在同境界无人可敌 应该是获得了某种强大的传承吧 楚剑秋一脸震惊 因为自他被柳天摇暗算后 就下定决心不再将自己的秘密 告诉给别人 但还是被眼前的女人察觉到 崔亚云手指上凝聚出一团火焰 即便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功法 为师依旧还是会将第四封的功法传授于你 至于学不学全凭你自己决定 画霸抬手将那团火焰抹入楚剑秋的眉心 此乃本风的根本心法和最高的武学 明曰水月流霜绝以及清流照空剑绝 功法进入楚剑秋的尸海 他瞬间眼前一亮 玄剑宗的底蕴果然深厚 一出手就是两门地级功法 直至半个时辰 崔亚云终于将清流照空剑绝的十五层 都传授给了楚剑秋 随后又迫不及待地拉着他出门 说是要给他做一次演示 楚剑秋一脸担忧地看着崔亚云 但还是按照他的指引来到第四峰的悬崖上 崔亚云调动仅存不多的灵力挥动手中的灵剑 他身轻如燕 每一剑挥出都会引动天地一些 楚剑秋看着眼前的一幕 这就是单元镜强者的威能吗 崔亚云将清流照空剑绝完整地给楚剑秋掩饰了一遍 然后又将手中的秋水剑一并送给了他 楚剑秋正欲开口 师尊你其实不必 话还没说完 便看到崔亚云身子突然倒了下去 楚剑秋连忙纵身一跃而下将他抱进怀里 紧接着便用真气检查崔亚云的全身 检查的结果令他难以置信 这毒居然已经侵蚀了崔亚云的五脏六腑 若再没有解药 只怕是真的活不成了 只见楚剑秋从眉心凝出一滴血液 这是他的本命精血 将本命精血融入崔亚云的体内 希望由此能够减缓毒素侵蚀的速度 楚剑秋将崔亚云送回寝宫后 随即玄剑宗的宗主以及第七封的长老便赶过来 秦妙烟给他耗完卖后 有些疑惑地看向躺在床上的崔亚云 按理说四师姐刚才强行施展清流 照空见绝 势必会牵动伤势使得毒伤爆发 可现在看来 四师姐的本命元气好像比之前还要旺盛许多 这真是一件怪事 一旁的楚剑秋文言不由暗叹一声 还不是多亏了我的那一滴本命精血 这时左丘连竹一脸兴奋看向秦妙烟 意思是师尊会慢慢好起来吗 秦妙烟摇了摇头 这只是暂时的 各得不到血煞清明毒的解药 以四师姐目前的状态来看 最多也只能支撑三个月 左丘连竹顿时大惊 头脑一晕险些一个亮枪摔了下去 好在一旁的楚剑秋及时搂住他 两人紧接着离开井宫去到悬崖边上 楚剑秋提醒左丘连竹 夜晚风凉 万一动着身子怕是会让师尊担心 左丘连竹确实眼神坚定地说道 我一定要去星泽秘境 而且似乎还涉及了血煞宗很想得到的东西 于是楚剑秋询问左丘连竹 师姐不知这血煞宗在星泽秘境中 想要得到的东西是否是炼制血煞清明毒的材料 左丘连竹对此点了点头解释道 一开始我们只知道血煞悬魔液的毒性很弱 根本对袁丹静的强者造不成威胁 所以十几年前即便知道血煞宗 有人将他带出了星泽秘境也不曾在意 直到不久前师尊与血煞宗的人缠斗中毒 七宗主检查师尊伤口时才发现 这毒的本源乃是血煞悬魔液 这东西是被血煞宗宗主炼制过的 毒性至少翻了一倍 仅是一滴就能对袁丹静的强者造成致命伤害 不仅如此 这次血煞宗竟还想用血煞悬魔液炼制悬魔血手 那可是足以让整个皇朝覆灭的凶兽 楚剑秋还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星泽秘境的入口一直都是玄剑宗在镇守 那这血煞宗又是如何进入星泽秘境的 左丘连竹告诉他 一开始他们以为是宗妹出现了奸细 但后面探查后才知是血煞宗发现了 进入星泽秘境的新入口 这时左丘老儿走了过来 我已经命令内门所有弟子 进入星泽秘境寻找解药 但主儿你必须留在第四封 否则别怪跌跌无情 说完就一溜烟消失在了原地 楚剑秋一脸疑惑地看向左丘连竹 为何宗主和师尊都不让你进入星泽秘境 左丘连竹有些无赖 星泽秘境只允许真气境的五者进入 我已入化海定想进去 就必须强行压低境界 楚剑秋顿时大惊 要知道强行压低境界的风险极大 一不小心就可能永远停留在了真气境 然而左丘连竹眼神却异常坚定 师尊和父亲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绝不能见死不救 父亲一定在忙着调配门内弟子 我现在就去星泽秘境的入口等着 时机一到我就强行冲进去 闻言楚剑秋立刻叫住了他 师姐我替你去 但左丘连竹却是一头否决 你可知那是什么地方 里面的化形大妖无数 每一年进去的内门弟子死亡率高达八成 楚剑秋对此只是笑了笑 师姐你忘记 那血盲也是一只化形大妖 还不是死在了我的手里 左丘连竹有些无赖地低下了头 师尊中毒师姐又在闭关 小师弟你可不能有事 而楚剑秋却是一场自信表示道 无论是天机玄龙草还是血煞玄魔叶 我都会将他们带回来 这是一个通往秘境的入口 秘境里面不仅孕育了无数天才地鲁 而且还藏着许多莫大的机缘 因此玄剑宗所有达到真气境的内门弟子 都将进入星泽秘境 宗门给每名弟子下达两个任务 一是阻止血煞宗弟子收集血煞玄魔叶 二则是采集天机玄龙草 两个任务的奖励都极为丰厚 单是完成第二个任务就可以获得五十万贡献 还能自由选择成为戚风之一的清传弟子 若是运气好遇到机缘 甚至可以让他们一举突破化海角 这次进入星泽秘境楚剑秋也悄悄跟在了其中 此刻星泽秘境入口处早已经是人山人海 戚风长老站在入口处缓缓开口 这便是前往星泽秘境的入口 秘境凶险希望大家都平安回来 听到此话的众弟子瞬间蜂拥而至朝入口冲去 楚剑秋也跟着进入了秘境 他刚睁开眼睛感受了一下此地的天地灵气 赫然发现秘境内的雾气竟然都是灵气所化的 所以能孕育出天台地宝也不足为奇 这时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要是自己在这里修炼 那修炼速度比起外界将会是数倍的提升 楚剑秋刚回过神来 就发现两个男人正直勾勾地盯着他 只见其中一人不屑地说道 这玄剑宗莫不是没有人了 竟然派真气进三重的垃圾货进来 难道是准备给我们送人头吗 楚剑秋一阵无语 自己运气才这么得 近来遇到的第一拨人竟然就是血沙宗的弟子 随即便有一名血沙宗弟子猛然一跃 而且朝楚剑秋袭来 小子能成为本少进入秘境的开门 你应该感到荣幸 看到了自己的同伴已经口吐鲜血死在了地上 而楚剑秋却是毫发无损地站在原地 男人见状一阵大惊 这怎么可能 那小子竟然只用一击就杀了 比自己高出三个境界的对手 紧接着他立刻便释放周身灵气 原来你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家伙 但可惜你遇到的人是我 今日我定要让你给我的师弟陪葬 话罢对着楚剑秋就是一顿输出 然而即便男人的攻击再怎么猛烈 却无法碰到楚剑秋丝毫 楚剑秋心中暗闪 自己修炼了这么久 也没有切切实实战斗 这次终于可以练练什么 片刻后男人满头大汗地看着楚剑秋 我打了这么久 那小子也躲了这么久 可他却没有一丝争气枯竭的情况 这小子怎么这么变态 再这样下去 我八成会栽在这小子手里 得想一个脱身的法子才是 于是男人再次汇聚灵力爆喝一声 楚剑秋见状以为对方怕是要释放大招 结果下一秒便看到他一溜烟朝远出顿去 见此楚剑秋只是淡淡一笑 与此同时楚剑秋进入星泽秘境的消息 传到玄剑宗宗主耳中 这老头得知消息一阵大梦 七长老解释他刚在星泽秘境入口 看到了一名弟子身形和楚剑秋很像 听到此话左丘老儿眉头紧重 楚剑秋可是振兴我玄剑宗的希望 他要是出了什么事 绝对会是我玄剑宗历史上的最大损失 这时一名女弟子突然跑进了意识店 嘴里还大喊得不好 左丘师妹将我打晕后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男人掏出一道灵符 这种令牌是用特殊材料制作 可以用来记录自己击杀的 血沙宗弟子的数量以及实力 只需采集死者的血气 就能将血沙宗弟子的实力记录在令牌上 并且还能转化为相应的贡献体 算上楚剑秋一开始杀的那名血沙宗弟子 目前他已经攒到了900贡献体 忽然一道救命声从远处响起 楚剑秋通过声音听出呼救之人乃是婉秀英 于是他立刻动用闪盾符找到他 通过检查发现婉秀英五脏六腑皆被震碎 若是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必死无疑 楚剑秋双掌放在婉秀英背上 将由混沌天地绝修炼出的真气输入他的体内 这种真气蕴含着玄妙之力 无论再重的伤都可以瞬间治愈 片刻后婉秀英吐出一口淤血 楚剑秋剑子让他先不要说话 然后掏出一枚九转润泽环蛋 扶下他后一盏茶的功夫 你就能恢复如初 然而就在这时 一名玄剑宗弟子的尸体突然倒飞了过来 看样子又是被震碎五脏六腑而亡了 随后一群血沙宗弟子的身影也缓缓走出来 只见为首男人将灵力汇聚在手上得意说道 小娘子 让我送你上路吧 就在男人手掌即将落到眼前女子身上时 楚剑秋突然一个闪身将男人的手拦了下来 不等男人反应过来 下一秒直接就被楚剑秋一掌震的口出鲜血 接着就被一股金色气浪先飞了出去 这一幕顿时吓傻一瞳而来的血沙宗弟子 这人是怪物 快跑 可他们还未踏出第一步 楚剑秋瞬间一个Z字闪就解决掉了两人 被救的女孩心花怒放地看着楚剑秋 这人才真气静三重就能秒杀真气静九重的血沙宗弟子 那得是何种逆天资质 紧接着又有两名玄剑宗弟子走过来 在下灵霄舍严俊斌 敢问同门如何称呼 楚剑秋文言拱手表示自己是第四封的清传弟子 得知楚剑秋的身份乃是清传弟子 一旁的女子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功力如此深厚 我叫谭幽星 以后请师弟多多指教 几人相互熟悉一番后 突然一道声音引起了楚剑秋的警觉 回头一看才发现来人竟是自己的老熟人欧阳渊 不过此刻的欧阳渊令楚剑秋都感到有一些陌生 因为这两人看上去虽然只有真气劲八重的实力 但却给楚剑秋一种极为危险的感觉 估计是习得了血沙宗的某种功夫 柳天瑶五位杂陈望着楚剑秋 当初若我没有看走眼 现在站在他身边的人就是我 结果这一举动立刻就被欧阳渊察觉到 网好自己的眼睛 现在你是我的人 柳天瑶不赖烦地推开欧阳渊的手 不用你提醒 几人的对话被身后的玄剑宗弟子听到 楚师弟就算你是清传弟子 勾结血沙宗的人也是死罪一点 楚剑秋文言咧嘴一笑 我确实认识他们 不过他们是过来送人头的 楚剑秋的话让玄剑宗的弟子面面相去不感多余 但这却逗笑了一旁的欧阳渊 大言不惭的家伙 杀了你简直是脏了本公子的手 你们都给我上 取了那个废物的狗命 接到命令的血沙宗弟子立刻拔剑刺向楚剑秋 可不带楚剑秋出手 他身后的谭忧心就率先一步接下了这一件 楚师弟你刚刚救了我们 我们自然不会弃你于不顾 一番激战之后 血沙宗弟子便只剩下欧阳渊和柳天瑶 欧阳渊被气得脸上清净暴起 见人敢坏我好事 那就去死吧 画霸抬手一掌轰向谭忧心 与此同时楚剑秋也出手 他一步来到谭忧心身前 手掌宁出一道金光准备应接下这一击 接着一道猛烈的爆炸将四周的大地撕裂 待浓烟消散之后 发现楚剑秋依旧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 这一幕让欧阳渊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柳天瑶表情更是难看到的极点 欧阳渊那可是修炼过血沙宗的魔攻的 气海惊吓无人是其对手 但这楚剑秋却凭借真气竞三重和他打成了瓶手 假以时日他必定是威震一方的剧情 此刻欧阳渊彻底被激怒 双脚一踏周身灵力瞬间暴扰 刚才那掌我并未使用权力 现在就让你看看本公子真正的实力 画霸一道由魔气聚集的骷髅头从他身后亮起 站在楚剑秋身后的人只觉完蛋 这是血影掌的最高境界 一旦接触到就会融成血水 然而楚剑秋却是一动不动站在原地 任凭欧阳渊的血掌淹没自己 在楚剑秋彻底进入欧阳渊的魔气中后 他赫然发现这些魔气中竟还藏着剧毒 然而楚剑秋乃是修炼过无上母体 所以这些对他都毫无作用 接着他将周身灵力悉数外放 对着身前的魔气挥出一掌 这种情况欧阳渊显然是没有想到 结果直接就被那金色手掌拍飞了出去 柳天瑶被吓得脸色惨白 路浪七叠者 原来他就是当年万物商行的那位神秘人 这是一条拥有画海境实力的玄龙 但却有两名只有真气静的弟子望图将其击杀 只因他守护着一株天机玄龙草 而这种灵草是唯一能解血沙玄魔液的营养 原来就在刚刚拥有真气静八处的欧阳渊 竟被只有真气静九重的楚剑秋击败 柳天瑶担心欧阳渊会死在楚剑秋手里 于是赶忙拉着他准备离开 因为柳天瑶察觉到了楚剑秋的恐怖 若是再打下去恐怕会连累自己 待两人走后 楚剑秋这才长输了一口气 毕竟刚才的那番战斗对他的消耗其实也不行 接着他倒出几枚丹药 楚剑秋服下丹药的同时 他身后的两名女弟子才缓缓走得上来 楚师弟你没事吧 楚剑秋一脸笑意看向两人 我没事 宛师姐你恢复的咋样了 婉秀英表示吃了他给的丹药后 身体已经恢复了七八成 前方还不知道有多少凶险 以我的修为只怕会连累诸位 楚剑秋文言立刻掏出一达灵符 这些灵符你先拿去以防不测 结果灵符的婉秀英彻底猛了 各式各样的灵符都齐全 而且还都是宗门中极为火热的灵符 传闻出售灵符的乃是一位神秘人 难不成就是楚师弟 楚剑秋没有说话只是对着他笑了笑 接着几人又开始往秘境深处赶 主要目的是为了前往天机山 因为只有那里才生长着天机玄龙草 而踩到一株就可以获得综能五十万贡献 不过几人刚到这里就听到几声奇怪的吼转 这应该是守护天机玄龙草的妖兽 婉秀英知道这妖兽定然十分强大 于是询问楚剑秋是否现在就要上去 楚剑秋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与此同时正有一道身影和一条玄龙大战 而那人所面对的赫然是一只拥有化海径的玄龙 明显不敌的左丘连竹赶忙求救到 唐明星你能不能不要再看信了 他话音刚落便见一名少女一跃而起飞到他的身旁 接着一群电将周围的山体风的粉碎 原来唐明星也是第七风的弟子 他之所以不出手是想要找出这只玄龙的弱点 但左丘连竹却告诉他 他的师尊危在旦夕 所以他必须要尽快拿到天机玄龙草 画霸抬手挥出一道剑气披向玄龙 结果却只在玄龙身前剑起大量烟尘 原来左丘连竹是想用烟尘去遮住娇龙的眼睛 这样他就能够趁机去摘取天机玄龙草 但就在这时唐明星突然大喊起来 连竹快跑 于此当时玄龙将大嘴巴对着左丘连竹发出一声嘶吼 接着一口潮起咬了下去 好在楚剑秋及时赶到 一把抱住左丘连竹逃离玄龙的攻击范围之内 楚剑秋的出现令他感到有些震惊 你怎么能如此胡闹 这头玄龙我都对付不了 你跑过来不是找死吗 楚剑秋闻言面带严肃的说道 师姐刚才那种行为才是找死 如此鲁莽又怎能摘得天机玄龙草 这时左丘连竹才反应过来 你刚刚使用了什么手段 怎么速度会这么快 楚剑秋黑黑一笑掏出一张灵符 闪顿符小手段而已 左丘连竹见状立刻将灵符拿了过去 这种灵符千金难求 你哪里倒来的 捡来的 此话一出 左丘连竹直接揪住他的耳朵痛骂一番 你胆子挺肥的 竟连你师姐都敢顾问 这时唐宁星突然跑过来 我说你跑哪里去了 原来是在这里和小情人打情骂枪 左丘连竹闻言用一种怪异的的眼神看着他 一个黄毛小丫头 懂个屁的小情人 这把唐宁星气得小脸通 再敢小看我 小心我揍你 左丘连竹呵呵一笑 就凭你的实力 别到时候又哭着鼻子去找七师叔告状 楚剑秋实在看不下去 于是开口询问他们不想再踩天机玄龙草了吗 两人皆是美好气地看向楚剑秋 师弟你有何高见 接着楚剑秋拿出一块螺盘 看到这种东西 左丘连竹不由好奇询问他 你还会布阵 楚剑秋表示只是掠堵皮毛 然后就开始在地上放置螺盘 左丘连竹见状一脸粉色 他今天暴露布阵的本事 或许只是他的冰山一角 随着最后一块螺盘的布下 瞬间一股金色灵力从大阵中央升起 然后楚剑秋将自己的计划告诉被左丘连竹他 此时蛟龙正盘聚在天机玄龙草周边 左丘连竹和唐宁兴按照楚剑秋的安排冲了出来 玄龙见此立刻发出一声嘶吼 两人没有丝毫后退的意思 对着蛟龙就是一阵输出 而楚剑秋也恰好借此机会利用闪顿符来到天机玄龙草的跟前 天机玄龙草乃是四街灵草 要防止他离土一瞬间的灵气反噬 就在楚剑秋弯下腰摘取天机玄龙草时 那条玄龙也恰好看到了他 接着直接爆发出最快的速度朝楚剑秋冲去 楚剑秋回头一看暗叫一声不好 他完全没有反应的时间 蛟龙就已经来到了他的跟前 随后便被一击拍的倒飞了出去 即使是修炼过无上无体的他 这一击也让他吐出了一股鲜血 好在他一直穿着大满天灵台 否则这一击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三人计划失败赶忙掉头就跑 可玄龙又怎会放过他 也是怒气上头冲了出来 但玄龙刚飞出去几米就猛逼在了原地 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正处在一片沙漠之中 躲在一旁的左丘连竹见状发出一阵大笑 傻大哥出不来了吧 这七星迷魂阵有你受的 接着他又看向楚剑秋 据说这玄龙一掌有催山倒海之势 师弟你真的没事吗 楚剑秋闻言则是表示的 师姐要是不信要不要我脱掉衣服给你看 两人打情骂俏的话 搞得一旁的唐灵星一阵无语 女孩只是吃了一口男人炼制的丹药 竟然死皮赖脸的说要当男主的老女 而只有楚剑秋知道 小女孩之所以这样说 其实是想白嫖自己的丹药 原来就在刚刚 楚剑秋利用阵法将画海境的玄龙困在玄龙山 然后偷走了对方誓死守护的营药 所以一旦玄龙脱困 必然会踏平整座玄龙山 在那之前楚剑秋必须让婉秀英他们尽快离开这里 做完这一切后 他立刻从兜里掏出一袋丹药 倒出一把锯气丹放入嘴里 但就在这时他手里的丹药突然被人抢过去 一个大男人竟然偷偷默默吃毒食 本姑娘倒要看看你吃的是什么东西 接着唐宁星将袋子里的丹药倒了出来 发现是锯气丹他彻底傻眼了 你居然把锯气丹当糖豆吃 有你这样暴殿天物的吗 楚剑秋文言当即又拿出一袋丹药说的 分你一袋 唐宁星一把接过丹药 这怎么能好意思 然后学着楚剑秋一样抓了一把放进嘴里 要不本姑娘当你的小弟吗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楚剑秋知道唐宁星里在想什么 所以立刻就表示自己不需要 见小弟不行唐宁星继续思索起来 要不我直接当你媳妇吧 这差点没把楚剑秋刚吃下去的丹药堵不出来 而听到此话的左丘连竹也立刻跑过来 此丫头你知道你说的媳妇是什么吗 即便是被左丘连竹掐着领带 但唐宁星依旧表示自己以后就是楚剑秋的媳妇 作为夫妻必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楚剑秋只觉得很无语 所以只能先答应将他受为小弟 很快时间来到傍晚 经过一天的赶路他们终于是逃离的玄龙山 如今宗门安排的任务已经完成 现在只需要等到秘境出口开启就能离开这里 就在这时两道身影突然引起了几人的注意 来的人是他们学剑中的弟子 楚剑秋一眼便认出了两人的身份乃是薛丽和马举人 薛丽指着身后的几道黑影紧张地说道 诸位同门 血沙宗的人追上来了 话爸便立刻躲到楚剑秋的身后 几名血沙宗的弟子打量了楚剑秋他们一番后 为首的男人以警告的语气说道 交出身后的两人 否则就连你们几个一起咋了 唐宁星这一听当即表示不服 你算哪根葱 我们要不要放过你们还不好说呢 男人一气之下汇聚凌力朝唐宁星冲去 然而面对这一击 唐宁星只是轻轻抬手就将其接下 这小丫头是什么怪物 寻常人要是接我这一下早就被拍成肉面 可不带男人反应过来 唐宁星对着她的心口就是一击 下一秒她的身体就如同炮弹搬到飞了出去 怎么样楚剑秋 有这样的媳妇是不是安全感冒吗 楚剑秋被气得咬了咬的 以后别说是我的媳妇 否则没有丹药师 与此同时刚被揍飞的那名血沙宗弟子 才缓缓爬了起来 妈的 打不过这小衣子 那就拿他的小白脸出这口恶气 随即便见男人身体像是一个蛤蟆一样膨胀起来 接着双腿一蹬便直奔楚剑秋重去 但下一秒唐宁星的身影就挡在了楚剑秋的跟前 抬手趴的一掌抽在男人的脸上 随后便像是泄了气的皮球飞了出去 一同而来的血沙宗弟子健壮 赶忙调转身形朝自己的老大追去 唐宁星骄傲地拍了拍手 感动我男人 找死 听到此话的左丘连竹不游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道 小师弟可以 来一趟秘境竟然白捡到一个媳妇 楚剑秋正欲解释 一旁的薛丽突然对着他喊道 天水兄你过来一下 楚剑秋文言立刻表示自己叫楚剑秋 并不是他们口中什么天水兄 但两人通过声音一口咬定楚剑秋 就是他们要找个天水兄 楚剑秋知道身份瞒不住 所以便询问他们找自己所谓合适 原来两人是想从楚剑秋这里再买一些灵符 尤其是闪顿符 并连买灵符的贡献点都已经准备好 不过楚剑秋可没想以原来的价格卖给他 而是将闪顿符的价格从1000贡献点提高到了5000 其他灵符则是提高一倍的价格 这顿时让两人陷入了危难 因为他们将多余的贡献点都拿去换保险 只能用等价的东西进行交换 楚剑秋自然也愿意交换 但就得看他们拿不拿得出好东西 薛丽也不啰嗦立刻从怀里一抛 接着一块蓝色发亮的石头便被他拿了出来 楚剑秋见状顿时大惊 虚迷石 薛丽点了点头 这种矿石含有空间属性 是制作空间法宝的重要材料 楚剑秋知道虚迷石的价值 所以断定薛丽绝不只是想要换几道灵符那么简单 我不其然 下一秒薛丽便取出无数个储物袋 隐隐约约还能看到有血气从里面冒出来 楚剑秋心头意紧 这东西居然和师尊所中的血煞清明不如出一辙 难道里面装的就是血煞悬魔叶 接着薛丽又套了一颗珠子出来 这竟是血煞翅梨珠 然那袋子里装的赫然就是血煞悬魔叶 足足有上百斤 加上这颗由血煞悬魔叶精华凝聚的血煞翅梨珠 其价值大约在30万贡献中 足以让他们两人晋升为悬剑七风的清传弟子 但这也让他们成为血煞宗的眼中丁肉中刺 所以两人不仅仅只是想要跟楚剑秋兑换名符 更重要的是想要和他结盟 楚剑秋略做一番思绪 因为结盟意味着就要将后背交给对方 所以自己到底该相不相信对方 最终他还是选择收下那枚须迷石 两人见此皆是兴奋一笑 天水兄你这是答应 楚剑秋回头看着他们 你们两个快把东西都收起 等天一亮我们立刻就赶路 人长得漂亮却被世人称作一只妖 只因他喜欢用血气凝出的网 将人切成无数块 原来是他体内中的一种 一旦催动就会修为大掌实力大增 但也会因为蛊虫的存在导致他面目全非 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腐烂的蛤尸 楚剑秋一行人赶了一天的陆刚准备吃点东西 然而就在薛丽给楚剑秋递来考虑时 他却突然看到一张巨大的红网 正在朝他们围络过来 截然反应很快 迅速一跃而起离开了原地 大家小心 有嫡媳 薛丽张大嘴巴难以置信 这竟然是血沙宗的地灵血 不过这些血网似乎并不敢靠近楚剑秋 于是他立刻释放自己体内的灵气 果然发现这些血网竟在快速后退 这让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的体内拥有混沌至尊血脉 所以才会让着这些血网退避三手 而一旁的左丘连竹他们可不是很好受 只能拼命挥剑去抵挡血网 实力最弱的薛丽二人 更是被血网割得滋挖乱脚 楚剑秋见状赶忙朝两人冲过去 刚到薛丽二人跟前 血网立刻就朝后退去 这一幕让唐宁星和左丘连竹结实一惊 师尊究竟是招了一个什么妖孽 身上的秘密未免也太多了 与此同时一道身影缓缓从远处走 我终于找到你 薛丽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血网妖楼夜梦 原来他是为追血沙赤梨猪而来 左丘连竹一脸震惊看向薛丽 你们身上有血沙赤梨猪 薛丽没做解是堵到楚剑秋的身后 咱们可是结了萌的 要是让那妖女将血沙赤梨猪拿回去 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楚剑秋本想先试探一下女子的实力 结果唐宁星却率先一步冲了出去 血罗妖根本没将唐宁星放在眼里 抬手一击朝他轰去 接着一张红网直奔唐宁星而来 唐宁星没有丝毫顾律挥拳轰向血网 结果下一秒他就被血网弄得满身是伤 好在这是楚剑秋突然冲了滚 一把将唐宁星拉下去 然后对着血网妖就是一击 血网妖满是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 玄剑宗何时拥有了克制血网秘术的手段 血网妖被楚剑秋一掌击飞 然后身形一闪来到唐宁星跟前 不愧是我的男人 还是有两把刷子 楚剑秋闻颜一拳敲在唐宁星头上 以后在没摸清楚敌人实力之前 最好不要贸然出手 本以为吃了楚剑秋全力一击的血网妖不死也会深受重伤 结果却看到本该是血网妖尸体的地方 竟开始冒起一团血气 随着血气不断的凝聚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从血气中央响起 接着血网妖提着一把镰刀缓缓走出来 他面部猙獰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怪物 楚剑秋见状立刻让众人快跑 这气息是化海精 那血网妖实力正在快速提升 为了不被几人脱后度 楚剑秋不得不让左丘连竹他们先行离去 自己留下来独自应对这只化海精的血网妖 他将血网妖引到一旁 然后利用闪顿符迅速和他拉开距离 但血网妖毕竟拥有化海精的实力 所以根本不将楚剑秋的速度放在眼里 很快便再次追上楚剑秋 可当他看到楚剑秋突然停下身形 不解和一步瞬间在他的脑海中浮起 你为何不跑 楚剑秋则是表示道 我怕你追不上我 血网妖一怒之下挥起镰刀劈向楚剑秋 楚剑秋见状立刻掏出一张金顿符 但面对化海精的一击 几乎就是一瞬就将金顿符形成的护照机子 不过这也给楚剑秋争取到一丝时间 身形迅速一闪拉抬了和血网妖指剑的距离 以目前他的实力 正面硬刚化海精的强者还是太勉强 然而没等楚剑秋反应过来 血网妖再次提着镰刀朝他劈来 誓言血者 必无可退的楚剑秋立刻召唤出流影剑 使出玄剑宗的武器清流照空意图抵抗 和他们之间实力整整相差一个大级级 所以楚剑秋硬扛下这一击后 吐出一口鲜血身负重伤 他步步的多想掉头就跑 血网妖这时缓缓从烟雾中走得出来 随即嘴中也是吐出一口鲜血 原来是因为他召唤体内的母虫强行提升修为 为此消耗了他的所有精血 能称到现在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但他可没想就此放过节目 等实力恢复必然会卷土重来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楚剑秋找到一处洞穴躲起来 如今他的锯气丹和经顿符已经消耗了的差不多了 想要彻底击败楼叶梦这种花海镜强者 他必须要突破到花海镜五重才行 而且除了弩浪气叠掌和清流照空剑绝之外 他几乎就没有拿得出手的武器 灵符虽然可以抹平和强者之间的差距 但自身根本还是提升自我实力 所以想要安全地探索未知的秘境 他需要尽快提升实力 数十人不吃不喝不睡觉几天几夜 只为等来血池凝聚聚出一颗血煞赤梨猪 结果他们刚等到猪子成形 楚剑秋突然出现将猪子抢走 这一幕瞬间让在场的所有人愣在原地 反应过来的楼叶梦立刻骂骂咧咧追了出去 狂八蛋 竟敢当着我的面抢老娘的东西 你真当老娘追不上你 看着被气炸的楼叶梦 这难道就是楼师姐追了三天三夜 也没有追上的那位玄剑终弟子 楚剑秋抢走别人苦等了几天几夜的血煞赤梨猪 回头一看便看到楼叶梦追了上来 怎么刚从洞里出来就遇到这妖女 甩都甩不掉 接着直接在腿上贴上一张闪顿符 下一秒便消失在了楼叶梦的眼前 然而在血煞沼泽这边 欧阳渊正肆无忌惮地对着玄剑终的人出手 即便是内门领头的师兄也不是骑对手 而且就连左丘连竹和唐宁星也揭示中了柳天瑶的魅度 短时间内根本没有战斗能力 唐宁星被柳天瑶踩在脚下 你脚真丑 柳天瑶闻言被气得半死 你喜欢嘴硬是吧 那我就撕烂你的嘴 就在这时 楚剑终突然出现 随即对着柳天瑶就是一记怒浪七叠者 柳天瑶剑终 当即拉起唐宁星挡在自己的身前 楚剑终无赖 只好将拍出去的能量从空中引爆 因为爆炸离他很近 所以楚剑终直接被一股能量震的掉进了血煞沼泽里 欧阳渊剑终立刻破口大笑起来 这血煞沼泽里的血气能瞬间将人体化作血水 楚剑终这下必死无疑了 柳天瑶虽然和楚剑终是仇敌 但此刻他也开始担忧起来 而左丘连竹看到楚剑终掉进沼泽的那一刻 他瞬间暴怒想要强行破除封印恢复境界 玄剑终的弟子健壮立刻大喊道 师姐不要 若此事破除封印恢复境界 必然会对你造成极大的反噬 可楚剑终的出事 左丘连竹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而刚掉入沼泽的楚剑终 紧紧过去片刻他便失去了血色 可紧接着下一年 他赫然发现他体内的混沌至尊血脉 竟然在吞噬沼泽内的血煞之气 随着血煞之气不断涌入楚剑终的体内 楚在岸边的柳天瑶率先察觉到了不对劲 于是立刻大喊道 哇 血煞之气正在快速消失 欧阳渊一脸飞泻 按照目前血气消失的速度 想要再利用血煞之气提炼血煞赤梨猪 估计要泡汤了 所以他命令一旁的血煞宗的弟子 赶紧将这里的人都解决掉 由于左丘连竹强行恢复境界 他现在的气息正变得极为不稳定 要再这样硬撑下去 左丘连竹唯有死路一条 这时唐明星却突然爬了起来 敢害我的男人 我今日就叫你们有来无回 画霸瞬间一个扇身变穿过一群血煞弟子的身体 一旁的玄剑宗弟子紧张冒出软汗 又是化海镜实力 稍有不慎便会沦为废人 而身为这次秘境负责师兄更是一阵头疼 这下完蛋 就连唐师妹都强行解除封印恢复实力 一个秘境同时失去三位清传弟子 我回去该怎么向宗主交代 然而这时一道红光从空中掠舞 大家小心 这是血网腰 结果下一秒 左丘连竹和唐明星都被血网咳了起来 接着楼叶梦身影出现在两人跟前 找不到楚剑丘 拿他的女人出一口恶气也是好的 欧阳怡恩在一旁解释道 楼师姐 楚剑丘掉入沼泽已经死了 就在楼叶梦想让唐明星和左丘连竹下去 给楚剑丘陪葬身 沼泽中央却突然冒出一道血气 随即楚剑丘一跃而起 一剑刺穿了楼叶梦的身体 楼叶梦身负重伤 困在左丘连竹身上的血网也随之消失 于是两人赶忙跑过去一把抱住楚剑丘 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楚剑丘文言解释道 我体质特殊 这些血煞之气不但没有伤到自己 甚至还助他一举突破到了真气镜五重实力 左丘连竹深情地看了楚剑丘一眼 接着两人都直接昏倒在了他的怀里 楚剑丘知道他们是解除封印导致 所以血煞宗的人必须付出代价 楼叶梦如今身负重伤 而楚剑丘又突破境界 所以他知道自己不是楚剑丘的对手 于是对着血煞宗弟子大喊道 撤 楼叶梦化作一缕血气消失在了原地 欧阳元此时竟还在叫本 楚剑丘他们怕了你我可不怕 柳天摇文言赶忙打断他 我劝你不要冲动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欧阳元咬了咬牙 若我祭出杀手锏定然可以杀死楚剑丘 但杀手锏只能用一次 必须要在任务的最后一刻使用 最后他还是化作一团血气离开了此 宗门两大天之交女竟差点双双陨落 幸得楚剑丘出手才冲破死局 但两人的伤势都极重 尤其是左丘连竹 直接伤到了生命的本源 如今只能先让他们扶下九转润泽带 虽不能治愈伤势 但至少可以缓解几分痛苦 这时一旁的身徒妃撤走得出来 我执行宗门任务 刚好遇到左丘师妹他们 不知这位师弟怎么称呼 楚剑丘文言拱手表示道 在下楚剑丘 听到这个名字男人眼前一亮 他果然是真传弟子 恐怕也只有真传弟子 才能以真气禁忤重重众伤血网腰 于是他赶忙询问楚剑丘接下来的记录 然而在得知楚剑丘是来采天机炫龙草 并且已经采到准备离开秘境时 他一脸震惊 原来他的任务是阻止血沙宗 如果楚剑丘就此离开 恐怕他们将会损失一个极大的战 所以他又将目光看向一旁的 唐明星和左丘连竹 两位师妹如何打算 心想只要他们都留下 楚剑丘没道理会放任不顾 结果唐明星的一句话 直接让他破防了 我自然是听我男人的 身徒妃撤文言皱起眉头 真是禽兽 这么小的孩子都下得去水 见唐明星又在胡说八道 楚剑丘一掌拍在唐明星头上 跟你说了多少便不许胡说 无赖的身徒妃撤 只能看向左丘连竹 左丘师妹也打算回去了吗 你可是宗主的亲女儿 难道要弃玄剑宗不顾吗 然而左丘连竹仅用一句话 便让他闭上了死 我师尊中了血沙清明毒 除了我第四封和第七封 你可还见过其他封弟子 进入秘境寻找解药 既如此你又有何说 我第四封不顾玄剑宗 难道我师尊就不是玄剑宗的人 明明冷血无情的是你 而一旁薛丽他们也是迫切想了回去 所以表示如今血网腰已经身受重伤 血沙宗定然掀不起什么风骂 见几人要走 蓝人立刻跪在地上祈求道 血沙宗此行的目的是悬磨血手 绝非眼下这些行动那般简单 纵使宗门对第四封有愧 可我们到底要以宗门大义为先啊 左丘连竹终究是犹豫 毕竟他一向极恶如仇 让他在宗门大义和亲人之间 做选择实在困难 楚剑丘见状一把抓住他的手 距离秘境开启还有一段时间 只要在那之前阻止血沙宗的计划 就能万无一失 可左丘连竹担心楚剑丘出事 回去又该如何向自己师尊交代 楚剑丘咧嘴一笑 国命大死不忍 直至楚剑丘发华 身徒飞彻脸上终于是露出了笑容 到了晚上 有楚剑丘在他们终于能停下来恢复伤势 左丘连竹却突然看到楚剑丘不见了 原来楚剑丘是跑去修炼了 因为他身知秘境凶险 想要全身而退他还差一样东西 而万岛源流扶阵便是其一帐 里面拥有靠明刻阵文布置的阵法 另一种则是依靠众都五者形成的战争 依靠同样数量的人爆发出数十倍的威力 在混沌至尊塔内不知过去了多久 楚剑丘终于是领悟战阵 并且还制作出了一张强大的扶阵 楚剑丘刚睁开眼睛 便看到唐明星瞪大眼睛看着自己 你怎么这么能睡 楚剑丘感到有些诧异 于是唐明星告诉他 你已经睡了三天三夜了 楚剑丘文言心头一震 没想到我仓物蓝布天祥见证净花了三天 看来威力应该远远超出我的预料 这时申图飞突然大喊了 吃地吃妹 闻内的茶师兄传来了一封急报 上面说血沙宗的最终目的 并非血沙悬膜液和血沙赤梨珠 而是一直藏在湖底的悬膜血珠 如今血沙宗已经在赤波湖集结完毕 现在正准备下一步计划 楚剑丘听到悬膜血珠 不知道和血沙悬膜液有何区别 申图飞撤解释 血沙悬膜液和血沙赤梨珠 只能炼制悬膜血兽的部分材料 而悬膜血珠 却能源源不断制造悬膜血兽的宝器 楚剑丘文言接着询问 血沙宗如今有多少战力如何 提到这个话题 申图飞撤夫有打了一个冷战 他们全部都是真气静九层的高手 而且还有同境界无敌的韩飞宇处置 那人才是血沙宗最强战力的 楚剑丘文言眉头紧缩 原以为楼叶梦已经够变态了 没想到还有更变态的存在 那你们打算如何阻止血沙宗的行动 谁来对付这韩飞宇 对此身图飞撤也只能摇头表示的 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楚剑丘彻底无语了 既没有战术也没有压箱的技能 这明摆着不是送人头吗 所以楚剑丘并不着急行动 他需要在此之前让他们练成一道压箱技 画霸掏出蓝布天降见证的灵符 看到这张灵符众人结实一愣 与此同时挤到身形正快速朝楚剑丘所在的方向 来人是内门弟子查星河 身旁的一名弟子提醒查星河旁边有人 扎星河二话不说提剑冲了过去 贼子吃我一剑 身图飞撤剑状立刻出来阻止 查师兄是我 他正准备向扎星河介绍楚剑丘他们 扎星河立刻怒吼道 让你早点带人赶快 为什么现在才到 害得我们损失惨重你担当的情 楚剑丘听不下去站了出来 即便我们当时赶快 你有把握对付韩飞玉 再没任何优势你去跟宋斯有什么区别 扎星河气得面红耳士 你算一个什么东西 别敢这样和我说话 听到此话身图飞撤不由暗叹一声 要是他都没有话语权 这里恐怕就没人有说话的方法 左丘连竹文言也是看不下去 已经很久没有人敢对我们第四宗这样说话 你算是第一个 杭宁星同时也附和道 看不起我男人的人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看到两大真传弟子都帮着楚剑丘说话 难不成这个废物是两位师妹的小白脸 于是扎星河赶忙拱手表示的 刚才是我饰演了 请你误怪 楚剑丘并不与他计较别磨蹭 当务之急是赶往赤波湖阻止血沙宗 他们一行人奔行术物 终于是在他们未得到悬魔血珠之前赶到了 与此同时一道紫光空湖底升起 楚剑丘率先一步冲了出去 动手 国宗弟子不断往一条河里面倒红色珠子 不是为了填河而是为了破阵 原来是河底藏有悬魔血珠 获得便可不断制造悬魔血手 楚剑丘为了阻止血沙宗获得悬魔血珠 于是带着悬剑宗的弟子急速往赤波湖队 可刚动身查星河便觉得不对劲 这小子速度怎么这么快 我们全力跟上 绝不能输给一位外门弟子 然而即便是他们动用权力 依旧没办法跟上楚剑丘的父母 身后的弟子累得够久 师兄根本跟不上 查星河没说话埋头继续冲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而且似乎好像根本没有用权力 倒像是故意放慢速度等我们 此时赤波湖的紫光越来越亮 楚剑丘终于是在血沙宗破阵之前赶到了 眼看着湖顶的静置就要被解除 血沙宗的弟子立刻挡在了左丘连竹他们前面 随后一名五大三粗的男人缓缓走出来 玄剑宗这么多的废物又是来送死 楚剑丘一看此人气势 八成就是韩飞宇无疑 扎星河率先带人朝韩飞宇冲去 结果却连人家的防御都破不了 反而是被韩飞宇的灵力震的倒飞了出去 深途飞撤剑撞提剑冲了过去 韩飞宇咧嘴一笑 抬枪扛下深途飞撤的全力一击 结果两人都各自倒退了几步 韩飞宇感到十分不及 深途飞撤实力什么时候这么强呢 光是那一击就比查星河强上了不少 难道他才是玄剑宗进入星泽秘境的最强者 而深途飞撤却看着楚剑丘给的灵符傻傻作乐 没想到这增力符竟连韩飞宇都难以招架 这时血力突然大喊道 小心 原来是韩飞宇提枪冲了过来 好在这时楚剑丘及时倒在他的跟前 这一击韩飞宇再次愣住 可不等他反应过来 楚剑丘突然就消失在了他的原地 仅是一瞬间便来到韩飞宇的身后 韩飞宇大惊立刻将长枪横在胸前 结果却被一击轰得到飞了出去 这让他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他居然能伤到我 看到楚剑丘逐渐朝自己靠近 韩飞宇只感觉心头一击 玄剑宗何时出现了此等高手 这让他脑子里产生了一种想法 难道他是玄剑宗专门为了对付我而隐藏的后手 接着楚剑丘凌厉外放直奔韩飞宇而去 两人第二次招风 韩飞宇险些招架不住 这家伙可比查星河强了不止一心半点 而且同阶能刺穿我的下屏法 至少也是同样的三间法宝 扎星河此时彻底傻眼 这楚剑丘竟能将韩飞宇逼到这种地步 不过韩飞宇显然也不是吃醋的 挡下楚剑丘那一击后 提枪迅速冲过过去 长枪和利剑同时刺中彼此的妖狂 楚剑丘立刻调动周身灵气 瞬间一道金色从他身前亮起 韩飞宇将长枪朝前用力以此 强大的能力于空中爆炸他来 楚剑丘被震得后退几位 他竟听了命中我一剑也要伤我 看来他是想要以避死的决心将我们拼杀在这里 面对几人的围攻 韩飞宇体力很快便消耗代价 但依旧还嘲讽楚剑丘的护照不堪一击 原来是他发现楚剑丘不过才真气静五重的实力 而他的师尊却一直让他提防玄剑宗派来的高手 显然是多虑了 居然把我伤成这样 你们要做好复死的准备 爸爸身形一闪便消失在了原地 随后持枪已然来到楚剑丘跟前 楚剑丘靠着御风符和神行符不断躲开韩飞宇的攻击 韩飞宇被弃得咬牙切齿 能用的手段都用了 可还是伤不了他 两人的战斗异常凶了 生徒非撤他们连插手的资格都没有 楚剑丘使出第四风绝学轻流照空剑举 一旁的薛丽二人见状彻底傻眼 而血沙宗的弟子竟想要偷偷跑去帮忙 但扎心和却带人挡在了他们的跟前 你们的对手是我 休想插手那边的战斗 两宗的弟子数量旗鼓相当 韩飞宇自认为血沙宗的弟子不会输给玄建宗 结果下一秒便看到本门弟子相继死在眼前 他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怎么我们这边还成了逆事 他仔细观察玄建宗弟子的站位 乾坤 一 韩每个方位都有一名弟子 他们组成了一个阵法 这次失算了 究竟是哪位高人在背后指挥着这些弟子